第3621章母精 这绝不夸张 因为这是母精 祖王专用的无上真料 每一位元祖王成道之后 都会去寻找母精 打造出自己的专属兵器 称为帝兵 皇兵又或是祖器 母精是这种真料的统称 种类其实很多 比如鲜类绿金 无极玄铁 力玄母器 但每一种材料都是无比稀少 甚至天下间就那么独一份 哪怕是祖王 也可能穷尽一生 也没有得到一块母精 这不是实力不够 而是运气问题 但无牙大帝却是独得两块母精 一块是他早年所得 被铸成了帝兵及道剑 另一块是他晚年所得 便没有再铸成帝兵 而是留在了这里 赠予后是有缘之人 事实上 母精也有高低之分 只是这个区别及其之为 而这块母精 可在所有母精之中排名前十 前十可没有具体的排名 都是属于极针 这块母精 叫做混沌极雷 传说这是在混沌中产生 又在天地雷池中被天雷锤断了无数年 这才形成了如此拳头大小的一块 不用担心不够用 母精一旦铸成了气 便能自如放大缩小 根本不成问题 差别在于 母精的原始个头越大 那铸成气候的威力也会相应地更强 可天地间的母精实在太稀有了 没有出事 都差不多是拳头大小 男友差别 林涵的心脏砰砰砰地鸡跳 他才只是开窍镜啊 连仙徒都没有迈上 居然就得到了一块母精 可以铸成祖王专属的兵器 收了 林涵走了过去 按照武清虚传授之法 他将母精收了起来 纳入了空间法器之中 这只是原始的母精 并没有铸成气 否则是不可能被他这么轻易收取的 而若是被祖王亲手铸链而成的话 那一旦发威 一缕气息就能震得圣人全身军裂 道消人亡 祖气 某种意义上就代表着一位祖王 祖王的寿源有限 但祖气万古长存 哪怕将母精收了起来 林涵还是有一种如在梦中的感觉 这收获 大得让他无法相信 谁能相信 我连仙徒都没有踏上 便已经拥有了一块母精 林涵难难 这带玉 想必就是祖王亲子 大抵亲女也没有资格享用 母精太稀有了 哪怕是天上地下最强的祖王 一辈子也就可以得到一块母精 有的甚至还得不到 乌鸦大帝这运气是逆天了 除了母精之外 桌子上还有一支玉瓶 里面装着半瓶水 那是先天到水 干什么用的 比喻极严的环境 母精在没有住城汽之前 无比坚固 便是全天下的圣人一起出手 也敲不下一个脚 必须得去天到火燃烧的地方进行锻造 天到火可烧死圣人 要淋寒这时后去的话 那等于是送死 不过只要服下先天到水 就能克制天到火 完成母精的锤炼锻造 乌鸦大帝想得很周到 不但送母精 连锻造母精需要的材料也准备好了 这阻气一定要自己打造 融入了一丝神魂 才会人气相通 只会如意 请前辈放心 我既然得到了这份机缘 那也会承担下相应的责任 日后待我修成大道 必然会将这个阴眼扫平 涌除后患 林涵说道 他是发的道士 一定会旅行 他向着宫殿的镜头举了下宫 这时感谢乌鸦大帝 居然为他留下了一块母精 这个是人情真是太太太太太重了 林涵往回走 很快就回到了花园 再出了钱店 来到了广场上 远处 小卢力正无聊地坐在地上 连奶糖也不舔了 大概是吃得太多 没胃口了 林涵回走 来到广场边缘时 很轻松就走过去了 不用再走十天 走了 我们回去 他道有什么收获 小卢力瞪大了眼睛 他也是个好奇宝宝 林涵微微一笑 取出了一颗水晶圆来 咦 那里面居然有水晶圆 唐云儿满脸的惊讶 但他立刻呃了一下 这里是寒水湖 宫殿中有水晶圆也不奇怪 倒也没有枉费你跑了十天 林涵哈了一下 把小卢力收进了养员葫芦中 准备离去 他没有说母精的事情 倒不是信不过小卢力 而是母精真的太珍贵了 唐云儿可能不会动什么歪念 但万一他叔漏了嘴 让别人知道了呢 这可是连圣人都是心动的瑰宝 哪怕没有祖王手段 不能成为祖器 但由圣人炼制就是最最顶级的圣器 足以在圣人中无敌了 如此秘密 越少人知道越好 林涵山深地吸了口气 然后跨出了光雾 顿时无尽的压力袭来 让他的骨头都是卡卡作响 走人 他迅速上浮 差不多十几分钟后 上方线出了白色 快要到顶了 哗啦一下 林涵破开水面 没有浮兵不要紧 他已是受到了启发 双足飞快地踩动着水面 给他提供了福利 让他的以利于水面之上 林涵变了一下方向 快步急行 只是半个小时而已 他就来到了岸边 林涵给自己乔装了一下 等待与奶娃们会合 刚好 三天后就是约定的相见之旗 林涵除了修炼之外 便在寻找哪里有天道火 月华星上没有 这必须去超级大星 可以让祖王得到的地方 林涵向小萝莉打听了一下 巧得是 他就来自这么一个大星 问题是 唐云儿现在压根就不想回去 也不急 我现在只是开窍境 哪怕有仙天道水的帮助 现在竟天道火之地也难逃一死 怎么也得先迈进了仙徒 好 我现在就安安心心地练出五行造化丹 突破仙徒 只当母精并没有得到好了 三天后 奶娃们纷纷归来 得知林涵已经得到了水晶元石 自然都是替他高兴 也让他们解放了 不用每天都是寻找水元素生灵 无聊之急 阿爹 我们现在去哪 二娃问 去收回一些利息 林涵淡淡说道 他差点被旁 雷两家弄死 这个仇必须要报 虽然也因为他们 自己才得到了母精 但那是两回事 第3622章坑人计划 你想怎么报复 唐云儿说道 先说明啊 别想指望我帮你 你这个帅锅一点也不可爱 林涵展颜一笑 不用你帮忙 咦 你真以为自己可以匹敌生担尽的事例 小罗利显得很是惊讶 绝对的实力碾压之下 林涵无论使用任何办法都不可能抗衡雷 狂两家 林涵晃了晃手指 小丫头 不要整天脑袋里就只有打打杀杀 像我这么聪明的人 难道只会正面冲上去干架 唐云儿顿时露出兴奋之色 那是不是要去放火啊 听到放火这个词 七个奶蛙同时兴奋了起来 这很好玩力 林涵满头黑线 现在的小孩都是怎么回事 他摇摇头 不放火 那你怎么报仇 唐云儿不解了 林涵露出笑容 取出一颗水晶圆 笑道 我把这颗水晶圆卖给旁家去 甩锅 大叔 你脑子糊涂了 唐云儿伸出小手 按在了林涵的额头上 奇怪 不热啊 怎么就烧成白痴了 林涵没好气地将他的手拨开 道 你干什么 大叔 旁家本来就想要五行晶圆 练成五行造化丹 你却自己捧着水晶圆送上门去 这不是帮了他们的忙吗 唐云儿一副看白痴的模样 大叔 你说的打击太大 傻了吧 林涵摇摇头 旁家那所谓的天才想要走上人生巅峰 所以旁家一定不会拒绝这颗水晶圆 完蛋了 小罗利抱头 这个帅锅锅已经走火入魔了 七个奶娃却是反应了过来 他们跟着林涵已经很长时间了 对林涵的性格当然不会缺乏了解 阿爹 你是想在这颗水晶圆上动手脚 大娃道 等旁家及其五行晶圆 练成五行造化丹 结果被旁家那的白痴吃下去 不但无法推开体内的桎固 反而会有大麻烦 二娃拍手 到时候阿爹再把身份揭露 旁家知道是被阿爹坑了 绝对会气死一批人 看不见的六娃道 阿爹果然够坑 傲娇三娃总结道 林涵哈哈一笑 他确实是这么想的 唐云儿郁闷 他的智商现在连奶娃都不如了 这让他以后还怎么当奶娃们的大姐头 林涵 你要怎么在水晶圆上做手段 你以为旁家的人不会检查吗 他扑冷水道 这确实是个问题 林涵点点头 道 我已经有了想法 只是不知道横步行 他想用毁灭能量注入水晶圆中 但以本身的抑制包裹 不立刻爆发出来 直到炼制五行造化丹时 毁灭能量涌出 直接将丹药毁了 当然了 若是可以给旁家那名天才吃点价药就更好了 接下来的几天 林涵一边向着旁家的祖地赶去 一边则是研究着水晶圆 到底该采取怎样的手段 这水晶圆和一滴水墨什么区别 但凝合力十分强 并不会破碎 不过也不宜打破 一旦打破的话 虽然还能凝合 但会流失大量的精华 影响承担的效果 把精华流失掉 不行 这个从外面就能看得分明 他要做这样的手脚 旁家绝对会发现 要么配出一滴能够与水晶圆 完美融合的药水 林涵脑中念头飞转 注入毁灭能量是最后一招 除非其他手段都没用了 他才会走这一步骑 他开始翻找资料 以配出这样的药水 以他担到大师的水准 这还是有希望办到的 因此 他在一个小城市中停了两天 成功配成了一滴水液 零化剂可以延长丹药炼制的时间 本就是用在炼丹中的 但在不合适的情况下加入了零化剂 却会破坏炼丹的效果 我又用了三种手段使之与水晶圆融合到了一起 便是切开了仔细研究 没有高深的丹道实力也不可能看得出来 呵呵 这是给你们的一个教训 千万不要得罪一位丹师 林涵露出满意的笑容 他已经把零化剂融合到了水晶圆中 接下来就是怎么将枝卖给庞家了 这无比简单 林涵来到了清灵城 这就是庞家祖地所在 而在这个清灵城中 庞家也是绝对的主宰 改换了一下行贸之后 林涵就去当地的拍卖行 拿出那颗水晶圆 表示要拍卖 这自然让拍卖行方面及时震动 水晶圆啊 普通寻觅竟要打上几百年 而且还得保证不死 一直呆在寒水湖不出来才能得到 多珍贵 先途至上的强者自然毫不将之放在心上 但于寻觅境来说 这无比珍贵 可以打开更多的桎固 冲上繁境的极限 特别是对于天才来说 这珍贵的无法形容 可惜 只有一份水晶圆 要是还有其他的五行晶圆 那一起出售的话 价格可以推得更高 拍卖行方面当即表示 会尽快开启拍卖 将这份水晶圆当作压轴品 林涵在城里等了两天 狂家就有人过来找他 这是一个中年男子 直接闯进了林涵包下的院子 满脸的傲然之色 小子 听说你拍卖了一份水晶圆 他俯视着林涵 去把拍卖取消 我要了 林涵早就把七个奶娃和唐云儿 收进了养员葫芦中 免得曝露了他的身份 他故意露出不解之色 道 阁下 你若是需要水晶圆的话 大可以去参加拍卖 只要财力足够 自然可以拿下 你是不想卖给我了 中年男子冷然说道 林涵摇摇头 我已经交给拍卖行拍卖了 若是突然取消 岂不成了无幸之人 你可知道我是谁 中年男子冷然说道 你肯定是庞家的狗啊 不然怎么会如此嚣张 林涵心中这么说 脸上却是露出茫然之色 你是谁 我叫庞里 庞家的那个庞 中年男子傲然说道 林涵心中冷笑 不过寻觅境 有什么好狂的 不过也是 哪怕庞家是生静单势力 但先途强者也不是一抓一大把的 最多的肯定还是樊静的族人 他笑了笑 原来是庞家人 诗静 不过 我还是那句话 不能做诗性之人 第三千六百二十三张 抢取豪夺 你 庞里一幕 就要出手 却又按了下来 小子 你非要将简单的事情 变得很复杂吗 林涵装出愣头青的模样 怎么 我不卖 你们难道还想抢抢不成 庞里哈哈大笑 不 我们庞家怎么会干抢抢的事情 至少在清凌晨不会 这虽然是他们的地盘 可在明面上 他们却更要做的公道 不然的话 谁还会来清凌城做生意 那你们想要干什么 林涵问道 庞里呵呵一笑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谁让你非要这么蠢 以后你就会后悔的 若是今天答应我的要求就好了 我不信 林涵断然说道 傻冷青年的模样活灵活现 庞里横了一声 扬长而去 又是一天之后 拍卖会开始 林涵自然也参加了 如果有什么好东西的话 他也想要参一脚 在先途之下 通用的货币是玉子 而到了先途级别 通用的货币则是到时 林涵只能望阳兴探了 他虽然曾经拥有三块 但都花在了战争机器上 不过 也没什么好东西出售 他看看热闹就行了 最后 水晶园果然压轴登场 底价 一百玉子 拍卖师说道 一百玉子 林涵的嘴角露出冷笑 在之前与拍卖行的交流中 对方说起拍价就得以到时来计 这虽然是给寻觅禁用的 但意义太过不凡 所以完全可以用到时来拍 现在不但改用了玉子 而且才区区一百颗 呵呵 不用说肯定是庞家搞的鬼 如果林涵真是想要拍卖这颗水晶园 这时候他肯定炸锅了 但现在他只是冷笑两下 庞家庞家 你现在以为占到便宜了 可以后就会知道 吃了多大的亏 庞家开始炼制五行造化丹 那肯定是已经得到了另外四种晶圆 那炼制的结果就是把五份材料全部浪费了 甚至会让庞家那名天才吃下去 造成不知道什么后果 他都有些小期待了 一百玉子 有人举牌 一百玉子了 有没有人出更高的价 拍卖师大声叫道 有没有人 一百玉子一次 一百玉子两次 一百玉子三次 成交 拍卖师一锤定音 压轴品拍出了一百玉子的高价 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 饶是林涵知道庞家无耻 但这般吃相还是让他不耻 难怪庞家一代不如一代 就这样的心胸 能干出什么大事来 林涵愤然离去 当他来到拍卖行外的时候 只见庞里已经在那等着他了 年轻人 现在后悔了吧 庞里哈哈大笑 得意知己 林涵咬牙 你们欺人太甚 不怕引起公愤吗 李这话说的 我们一没有抢 二没有偷 怎么可能引起公愤 庞里笑道 你不服吗 林涵哼了一声 掉头就走 烂 庞里说道 刷 他丢过来一只袋子 这是你的一百玉子 别忘了拿 然后滚出清临城 永远不要再来 林涵当然不会解了 他现在演的可是一个涉事未深的倔强少年 哈哈哈哈 身后 传来庞里嚣张的笑声 走出老远之后 林涵才露出一抹笑容 雷已经埋下 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汇报了 到时候 庞里庞家不知道又是怎样的表情 呵呵 林涵的下一站是铁木森林 五行之地中 这是可以孕育出木晶圆的地方 三天之后 林涵就来到了地方 林涵考虑了一下 要不要让七个奶娃帮忙 因为他们可能曝露自己的身份 但想想 奶娃们本来就没有挂 来这里有什么好奇怪的 再说了 就算让庞 雷两家知道自己还没有挂又如何 大不了再派人过来 他需要害怕吗 吃了一次亏后 他不可能再上第二次当 再说铁木森林的情况也不一样 林涵还是卫装成了残液 与七个奶娃分头行动 现在他要专心打怪 能不惹麻烦的话 还是不惹得好 铁木森林其大 是寒水壶的十倍都是不止 但考虑到寒水壶是立体空间 而且深度有上万丈 算上这个的话 那寒水壶就一点也不小了 林涵与奶娃们分头行动 约定每五天相聚一次 小罗莉被林涵收进了葫芦里 这丫头是最容易曝露林涵身份的 对此 唐云儿当然是抗议的 但架不住林涵的暴力啊 被强塞进了葫芦里 林涵大步而行 他先打木之精华 再融合成木精元 木之精华的话 当然来自木元素生灵 大部分是会跑会跳 还会杀人的树人 平时将根往地里一扎 那就是一棵很正经的树 不过 他若是想动手了 又或是受到了攻击 就会拔根而出 瞬间又不正经了 除此之外 森林中还有林志未开的妖兽 这也是一大威胁 另外则是同样来收集木之精华的同行了 事实上 这些同行才是最需要提防的 林涵发动桐树 一眼扫过 普通树木又或是树人 他一眼就可以看得分明 走了许久之后 他终于发现了第一个目标 这是一株足有三十丈高的大树 树身有五六个成年人核抱那么粗 而林涵看到了棒果的生命精气 与周围的树木格格不入 林涵也没有立刻发起攻击 而是走了过去 以屁股坐了下来 不过 他虽然看似放松 可神意却早已经张开 他看到 这株大树的一根枝条慢慢伸了过来 来到他的净楚时 猛地加速快如闪电 要将他紧紧缠住 林涵立刻纵起身形 将大树的攻击让了过去 轰 这时大树也不在卫装 他把土而出 身形顿时又高了十几丈 林涵主动出手 向着大树发起了攻击 频率攻击发动 一拳轰出中 吸食重力量叠加 处人连忙抽动枝条迎上 轰 只是一击而已 这根分支就迅速瓦解 还向着他的主身蔓延 啪啪啪 他的主身不断地发出爆响 碎成了一劫一劫 林涵现在的破坏力太恐怖了 一拳而已 就把树人轰成了几十劫 这才是妖猴拳的真正威力吗 林涵感叹道 第3624张丢你果子 树人崩碎 在接近根部的地方 则是有一道亮光 仔细看 那其实是一滴青色的液体 小得可怜 木枝精华 林涵将木枝精华收了起来 继续去寻找新的树人 他本以为树人是植物系的 生性淡薄 所以他也没有直接出手发起攻击 因为莫名其妙地就把对方杀死 这不合林涵的道 可现在树人既然这么凶悍 那林涵就可以杀得毫无心理负担了 他寻找着新的树人 然后毫不客气递出手 半天下来 他收获不小 但这效率仍是没有办法和极艳谷相比 比寒水湖则要好上许多 但寒水湖他可是得到了奇遇 总共花的时间也只有两个月而已 这里的话 可能得要四个月 甚至更长一些 林涵只能期盼 他可以遇到一株树人王 一下子就收获许多 第二天 太阳出生 林涵先是把小萝莉抓出来一起修炼 然后吃饭 这刚好是他的一个修炼节点 这次他又打开了九个窍穴 在修炼之路上更进一步 林涵继续行动 打怪当然是非常枯燥的事情 但没有办法 为了以后的强大 他就得耐得住枯燥和寂寞 小子 站住 他刚走了没有多久 就被人叫住了 对方是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男子 手里握着一把刀 一副凶神恶杀的模样 浇出木之精华 否则死 这男子震了一下手中的刀 林涵露出古怪的笑容 你真想打劫我 少废话 啊 一会之后 那中年男子就哭了 那的天杀的小子 不但反过来将他洗劫的干净 居然连衣服都给他剥了一个金光 还将他吊在了树上 只要有人路过 就能欣赏他的小麻雀 丢死人了 林涵决定也去打劫别人 这才是迅速发家致富的不二法门 而且了 在这里打树人的 既是受雇于庞家的 他忙了起来 见到树人打树人 见到舞者就洗劫舞者 有时候还要和妖兽打 生活那叫一个多姿多彩 一晃 已是过去了二十天 林涵收获了许多木之精华的同时 也将打开的翘穴数量推进到了六十三个 他在森林中穿梭着 寻找着猎物 嗯 他有了发现 前方有一株高大无比的巨树 至少也有百丈吧 撑开了巨大的树棺 哪怕在这个森林之中也是如鹤立鸡群 树人王 林涵不由欣喜 还真有这样的存在呀 想都不要想 一个声音冷冷地响起 林涵扭头一看 只见在他右方不远之处 正有一名年轻男子附近而立 双手反茧在背后 充满了装逼的味道 虽然林涵也十分喜欢装逼 但看到别人装 他自然是不爽的 这树你加种的 林涵问道 不要耍平嘴 附近男子淡淡道 这是一株千年老树 不是你能对付的 不要去送死 老老实实地在一边看着 待我杀了这株千年槐树 取走了树星 你自然可以得到木之精华 咦 还挺关照的麻 林涵看着那大树 这竟是千年级别的老怪物 他笑道 既然人家都活了千年 显然极善保命 你未必搞得定 哼 这你就不用管了 附近男子大步向着千年槐树走去 他抽出了剑 自然有一股强大的气势流转 十分不凡 咻 就在这时 只见槐树上居然有一道黑影砸了过来 向着附近男子打去 林涵看得仔细 那是一颗果子 老槐树这是先下手为强吗 附近男子自然也看到了 他出剑 刷 剑光化过 那果子就被削成了两半 然而 这只是一个开始 轰 两半果子居然猛地爆炸了开来 能量拨狂涌之下 附近男子顿时震飞了出去 狂咳血 靠 这是什么 爆炸果吗 林涵不由想到了朴渺风 那里的菜田也有这种汇报的果实 什么西瓜 丝瓜 葡萄 都成了破坏力十足的大杀器 没想到又在这里遇到了 这如果真是千年级别的老槐树 那净化出什么杀招也可以想象 支支支 老槐树的树干上现出了一只紫色的松鼠来 两只小钱爪捧着一只果实 正冲着下面叫 一副十分愤怒的表情 咦 刚才的果实难道是这只松鼠扔的 等等 林涵有点凌乱了 这不是槐树吗 你一只松鼠跑槐树上干嘛 你不吃松子坚果 改行了 咬 子松鼠将两只小爪子高高举起 然后对着下方砸了出去 那只果实便又向着附建男子丢去 附建男子吃了一次亏后 自然不会重蹈覆彻 连忙纵起身形 将这一直让过 轰 果实砸在地上 顿时形成了大爆炸 恐怖的能量疯狂卷动 便是站得很远的灵寒 都是受到了波及 吱吱吱 子松鼠上蹿下跳 似是在说 这可是他的地盘 你们休想侵占 这投手加上爆炸果 便是老槐树可以活上千年 而没有被推倒的原因吗 附建男子横了一声 他再次出击 身形窜动如龙 羞羞羞 小松鼠不断地砸落着果实 却一个都没有砸中他 眼看着他就要攀树而上时 恐怖的一幕出现 至少百枚果实同时砸了出来 这简直就是果实雨 密密麻麻的一片 根本没法躲 附建男连忙调转身形 击退 轰轰轰 果实爆炸 形成了璀璨的能量狂潮 树上 一只只小松鼠冒了出来 树一树 至少也有上百只 刚才正是他们骑砸果实 生生把账建男子给逼退了 不过 除了第一头松鼠之外 其他的都是灰色毛发 让那紫色松鼠显得十分醒目 这回不会是什么一种 我说那个 要帮忙吗 林涵向着那附建男子问道 不需要 那男子咬牙道 那就各干各的 林涵自然不会听对方的 他窜出身形 向着老槐树冲去 我说了 在一边看着 附建男子大声喝道 向着林涵脊椎 林涵淡淡一笑 挥拳向着那男子打去 哼 滚滚力量涌动 可怕无比 那男子大惊 没想到林涵的力量 居然如此强大 他打出一道剑器来化解 扑 他的剑法还是相当高明的 生生将全力劈开 但林涵已经窜到前面去了 第3625张千年老槐树 咻咻咻 小松鼠门也向着林涵发起了攻击 无数的果实砸了过来 林涵出手 双手缠舞 一股柔和的尽力 顿时拖住了果实 然后被他向着鞋侧里丢出 轰轰轰 大爆炸的声音此起彼伏 却没有一颗果实在林涵的身边炸开 附建男子不由地眼眸一跳 林涵看似轻松 但需要对力量的操控完美到极致 才能以柔和之力拖住果实 不然的话 只有稍有差错 果实就会力爆 对力量的操控可以达到如此完美的程度 此人简直就是个怪物 他连忙打起精神 也跟着出击 林涵已经接近树身 一个飞跃 脚踩着树身 羞羞羞 他就向着树冠上冲去 支支支 小松鼠门急了 莫不将果实扔得更急 林涵不断递出掌 柔和的力量涌动 将一颗又一颗果实转送出去 你往哪里砸呢 底下传来了附建男子的吼声 被林涵化解的果实有几颗杂像了他 林涵不由大笑 不好意思 不是故意的 我看你就是有意的 附建男子心中满是郁闷 他可以断定林涵 绝对有能力控制丢出的果实方向 却偏偏有几颗杂像自己 肯定是对方有意为之 偏偏 他还没有证据可以指责 而且谁让他跟在了林涵后面呢 他其实可以绕倒数的另一侧去 但那样他肯定要承受更多的果实攻击 不像现在 有林涵吸引了所有的火力 他只需要留意林涵不小心抛过来的果实便可 如何选择 自然简单了 林涵已是接近树冠 知地一生 所有松鼠皆作鸟受散 他不由一呆 你们之前不是个个凶狠吗 怎么现在耸了 林涵站在了一根树之上 这虽然只是一根分支 但依然粗壮无比 小松鼠们已经逃得没影了 对于这些胆小鬼 林涵也没有追及的兴趣 咻 附建男子也越了上来 他看着林涵 目光十分复杂 一开始他还瞧不起林涵 可一转眼 他却要靠林涵之力才来到树上 让他脸上有些挂不住 亏他还是筑基强者呢 我欠你一个人情 他说道 顿了一下 又道 我叫沈寒云 林涵头也不回 只是点了点头 他感到奇怪 如果只有松鼠大军的杂果则攻击 这威力虽然很强 但可以保护老槐树 让他活上千年之久吗 咻 就在这时 树身突然发出巨颤 一股巨力震荡出来 生生将林涵从树身上震落了下去 什么情况 不只是林涵 沈寒云也是如此 也被从树身上震落了下来 砰砰 两人皆是掉到了地上 还好 以他们的实力 从百丈高处落下还不至于被伤到 他们都没有因此生物 而是呆呆地看着前方 那猪老槐树已是把土而出 巨大的树冠居然扭转变形 无数根枝条互相缠绕 画出了十几只粗壮无比的胳膊来 支支支 小松鼠们从枝叶尖探出头来 一个个都是十分兴奋 老树发威 这下可以竟坚入侵这了 通 老树出手 拍出两只巨大的胳膊 分别向着林涵和沈寒云拍去 林涵反倒放心了 老槐树可以长存千年 便是因为他本身也有着强大的实力 而不是仅仅依靠小松鼠们的帮助 而他这么一出手 并意为着底牌已现 林涵仰起拳头 与老槐树对拼 砰 一击之下 林涵顿时没了 被一巴掌生生拍进了泥土之中 沈寒云则是消出一箭 轰 有火焰闪动 这对于树人是一种巨大的威胁 让老树及时收住了胳膊 但静气挥过 形成了强烈的飓风 生生将高层次的火焰能量都是熄灭了 乖乖 这树大爷的力量真是浑厚 林涵从土里冒了出来 他虽然不抵老槐树的力量 但本身太强横了 这一击只是让他的气血稍稍沸腾了一下 远不足以伤到他 刷刷刷 老槐树一抖身体 顿时有几百只果实同时落了下来 如同下雨一般 密集无比 快跑 沈寒云惊呼 连忙纵身闪开 如果他的修为没有被压制的话 那任老槐树如何强大 他一箭就能轻易斩死 可现在的话 他必须小心翼翼 不然就可能送命于此 林涵也不敢应接 这果实的爆炸伤害远要比老树的直接轰击可怕 两人躲 盛行刚刚闪开 老槐树又是两巴掌拍了过来 咦 这棵老树的攻击居然还挺有章法的 怕你不成 林涵哼了一声 他引动毁灭能量 反正黑压压的一掌拍过来 沈寒云也看不到他这边的情况 砰 一掌拍下 林涵再次消失 被生生拍进了泥土之中 但只是一瞬间而已 老槐树就连连后退 满树的叶子乱颤 有不少还纷纷掉落下来 好像受到了巨大的伤害 他拍及林涵的那只手掌赫然多了一个洞 而此为中心 四周的树叶漠不变得枯黄 毁灭能量太可怕了 便是这千年老槐树也扛不住 沈寒云目瞪口呆 什么情况 林涵怎么突然变得那么猛 林涵乘胜追击 天文玉已是寄出 重量压缩完毕 休 他打了出去 十四倍因素 老槐树的防御极高 这种生灵都有普通的特点 那就是能够承受极强的打击 甚至还不痛不痒的 对付他们最好的手段 一是以戾气斩断 二是以烈火烧之 不过 上天是公平的 给了树人超高防御的同时 也让他们拥有行动缓慢的缺点 哪怕是千年老槐树 这速度也不怎么样 至少不可能躲得过 十四倍的音速攻击 休 天文玉打了过来 老槐树只能以树枝化成的胳膊去挡 砰砰砰 但挡不住 一条两条三条 十几条胳膊都是被生生砸出了一个洞 巨大的力量撕扯之下 还把这些胳膊生生扯断 但得益于这些胳膊的阻挡 天文玉的去世中还是用尽了 树人的防御之强 可见一般 灵涵也是哑然 居然没能一击轰杀 那就再来 他冲了出去 腰喉拳展开 吸食重力的频率攻击 第3626章交易 老槐树确实很强 目之生灵 天生防御力强横 而且活了千年之久 虽然不能突破先途 但在寻秘境之中 他应该可以说是顶尖级别 在他面前 别说一星天才 可能二星天才都讨不了好处 可问题是 灵涵是超越四星的天才 而且 他掌握的手段也太多了 天文玉毁灭能量 频率攻击 哪一个拿出来 都足以让人的战力 跃升一大截的 现在这全部在一个人的身上涌出来 何等恐怖 老槐树扛不住 把腿就跑 树冠上 那些小松鼠也是吱吱吱地窖 有的还用小爪子捂住了眼睛 这个人类太可怕了 怎么会有如此的怪物 沈寒云也有些萌 灵涵一下子变得如此强大 让他完全无法想到 但他的反应也很快 立刻向着大槐树拦截过去 他一定要得到千年树星 刷 见光化过 他全力以赴 老槐树显然怕及了灵涵 居然选择了硬吃沈寒云一级 也不愿停下脚步 跑得那叫一个飞快 扑 见光斩在老槐树的身上 他强横的防御立刻展现出来 这一击在他的身上展出了一道身痕 可对于他粗壮的树身来说 这道身痕根本无足轻重 沈寒云怒吼一声 长剑连点 打出一道强大的攻击 暴徒刺 剑气打出 竟是化成了一只黑色的豹子 向着老槐树打去 只是打出这一剑后 沈寒云的脸色也变得一片惨白 这一招 对他的负荷太大了 要知道就算他恢复住击的修为 这一击也只能用上几次而已 更何况是在寻觅禁用出来 让他的五脏六肺都是在沸腾 难受得无法形容 但这一击的威力也是不容小觑 黑豹仿佛一头远古怪兽 撞击之下竟是让老槐树都是一个亮枪 摔倒在地上 灵寒追上 腰猴全在轰 不过 这一次他可没有使用毁灭能量 这已经足够了 其实重力叠加的频率攻击是何等强大 一击下去 老槐树的叶子如同雨落 但当然还有果实 也是纷纷掉落下来 这还是相当危险的 杀伤力十足 连灵寒都需要避让 不敢拿体魄去硬吃 真的是饭不着 沈寒云也没有闲着 不断地从侧里发起攻击 一件一件之下 威力也不容小觑 给大槐树造成了不小的麻烦 几十招之后 大槐树终是扛不住了 被生生轰成了两截 只 懒树的小松鼠顿时乱窜 直逃到安全的地方后 他们才转过身 对着灵寒和沈寒云怒瞪 尤其是那紫色松鼠 面部表情异常的丰富 沈寒云吸了口气 道 虽然我知道这很过分 但我还是要说 我需要千年树星 你 应该不是为了千年树星而来 而是木晶圆吧 他顿了一下 又道 灵寒点点头 不错 这就好办了 沈寒云道 我用木晶圆与你交换 嗯 灵寒亚然 对方居然有木晶圆 真的假的 沈寒云解释道 这并非我第一次来铁木森林 上次来的时候 我展过许多木元素 收集了不少木之精华 再加上被人打劫 有几人身上带着不少木之精华 都被我收集了起来 刚好合出了一份木晶圆 灵寒想了想 道 好 换了 不过 我并没有带着木晶圆 你需要跟我回去一趟 沈寒云又道 跑一趟的话 再怎么都不需要几个月的时间 所以还是划算的 行 林寒点头 要是对方耍赖的话 那他还能让唐云而出来 小丫头凭借战甲之力 足以匹敌注击击的强者 沈寒云大喜过望 连忙去挖树心 千年老怀 生命之力棒驳 他的树心也具有强大的生命活力 是极好的补品 当然了 这也只能补凡尽之体 否则的话 盯上千年老怀的就肯定 不止沈寒云一个了 他们来到森林周边 等了两天之后 奶娃们纷纷回来 得知林寒又将快速 获取到一份木晶圆时 都是十分惊讶 这得阿爹的运气也太好了吧 为了保险起见 林寒让六娃留在了森林中 保管那些木之精华 免得这一趟走空 让他们之前的努力也白费 防人之心不可无 反正沈寒云也看不到六娃 不会造成尴尬 他们离开了铁木森林 赶往沈寒云的故乡 沈寒云虽然是住激进 而且战力不俗 但为人十分低调 声名不鞋 他的故乡是张家战 而他千方百计 想要获得千年树星 则是为了救一个人 屡的 唐云立刻问道 人小鬼大 他是林寒 趁着沈寒云不注意的时候 放出来的 就当是与七个奶娃一样 出去打木元素生灵了 沈寒云点点头 他有点闷 不喜欢说话 你喜欢他 小萝莉又问 沈寒云没有回答 可脸上却是露出了温柔之色 一定如此了 林寒不由地刮目相看 没想到这个闷葫芦 居然也有柔情的一面 来到张家镇之后 沈寒云亲居首鹿 带着他们来到了一座 环境优雅的院子 方月 方月 沈寒云叫道 却是无人应答 这个院子就那么大 沈寒云一间间屋子寻找过来 脸色不由变得森寒起来 没找到人 林兄弟 这是你的木晶圆 他向林寒丢出一颗绿色的球体 充满了生命气息 这东西一直藏在院子里 林寒接过 也没有戏看 先收了起来 然后道 出去找人打听一下吧 嗯 沈寒云点头 他也是关己则乱 慌了手脚 他们找邻居打听情况 很快就知道了 那位方月姑娘的行踪 对方去了沉沙谷 林寒本以为是什么恶霸 将这位方月姑娘掳了去 接下来就是沈寒云大发神威 杀恶霸就红颜的狗血剧情 没想到人家居然是自己进了沉沙谷 这个地方很危险 有许多的流沙坑 要是不小心踩到的话 会立刻陷进去 黄沙覆盖 怎么也不可能逃得了性命 所以 哪怕寻觅境进去都是十分危险 他们又连忙赶去沉沙谷 人多 找起人来也会容易一些 地方不远 他们很快就赶到了 然后分头行动 这里人机罕至 所以要是遇到一个年轻姑娘的话 那一定就是赵方月赵姑娘了 凌涵走了一阵 很快就看到前方的一块石头上 正坐着一名绿衣女子 第3627张三角链 这位就是赵方月赵姑娘吗 凌涵发出长笑 一边召集众人过来 一边择识到赵姑娘 那女子回过头来 献出一张精致的脸庞来 但有些苍白的过分 没有一丝血色 凌涵一笑 道 我是沈涵云的朋友 她已经得到了千年树心 你的病可以治了 不用再存死念 没想到这位赵姑娘居然毫无喜色 只是冷冷地看了凌涵一眼 便又转过了脸去 呆呆地看着前方 咦 难道伤的是脑子吗 凌涵摸了摸下巴 显得有些诧异 这反应不对劲啊 得知自己的沉恶可治 不应该欢喜无比吗 这中间有她不知道的东西 凌涵也没有说话 反正信号已经发出 等沈涵云来救世了 只是一会 便见一道身影飞天而至 凌涵充满了羡慕 助击竟可以飞掠于空 这种奔放自由的感觉 让她心仰不止 还好的是 她距离助击也不远了 方月 沈涵云落下身形 脸上露出松了口气的表情 她快步走了过去 柔声道 这里山峰大 你身体不好 还是赶紧回去的好 沈涵云 我都已经跟你说了多少次 不要管我 赵方月冷冷说道 这绝非情人之间说话的口气 凌涵亚然 但并没有说话 她只是来曲目惊元的 多余的事情不用管 一会之后 小罗莉和六个奶娃也纷纷跑了过来 什么情况呀 唐云儿满脸的好奇之色 八卦之心显然已经熊熊燃烧了 这多大的人啊 你就已经具备长蛇腹的前职了 自己看 林涵亚低声音道 另一边 沈涵云则是在劝赵方月 但赵方月却是怎么也不听 反而态度变得越来越恶劣 就差拿把剑把她赶走了 好 我走 你不要激动 沈涵云妥协了 她取出千年树星 这被保存在了一只玉盒子中 这是千年树星 可以治你的顽疾 我放在这 说完 她向林涵等人打了一个眼色 悄然离去 林涵和唐云儿他们都有些萌 但并没有问 而是跟着她离开 直出了山谷之后 沈涵云倒是主动说了起来 她喜欢赵方月是事实 可那位赵姑娘却并不喜欢她 在几年前 沈涵月还没有跨境驻基的时候 张剑行天下 小遇了赵方月和另一名男子马腾 他们一见如故 很快就结为了好友 狗血的剧情发出 她和马腾都喜欢上了赵方月 而赵方月则是属于马腾 可这并没有破坏三人之间的友谊 依然一起冒险闯荡 没多久 赵方月的身体确实爆发了疾病 沈涵云和马腾便满天下地替她寻找灵药 他们听说陈沙谷可能有一株千年宝餐 便过来碰碰运气 结果运气差到离谱 不但没有得到千年宝餐 马腾返到现身流沙之中 被吞噬了生命 这一世之后 赵方月便在沉沙谷附近定居下来 缅怀爱吕 而沈涵云则还在到处寻找保药 才有了二入铁木森林的事情 原来你是单相思啊 唐云儿心直口快 这死孩子会不会说话 你不是在伤口上撒盐吗 林寒连忙将小萝莉拉了过来 哈哈笑了一下 道沈兄 你接下来有何打算 沈涵云有些呆 之前她的生命中就只有一个目标 那就是找到灵药救治赵方月 现在这个目标完成了 她的心中就只剩一片空荡 人家又不爱她 不可能与她双诉双欺的 她默然无语 过了一会 她的眼神渐渐变得坚定起来 我要继续游历天下 成为一名出色的剑客 她说道 这一直是她的梦想 只是因为赵方月突然爆发重击 才让她这几年一直奔东跑西的 现在她终是放下了儿女私情 重拾豪情 林寒淡淡一笑 她看得分明 沈涵云并没有真正地放下赵方月 只是现在她需要另一个目标 让自己坚持下去 不然的话 她可能就是一句行尸走肉了 林兄弟 你还插几种五行晶圆 沈涵云突然说道 林寒有点突然 你关心这个干嘛 不过 她还是达到 金和土 好 我先帮你去打这两种元素精华 沈涵云点点头 这让我有点不好意思啊 林寒笑道 她自然希望有一个强力帮手 替她缩短获得五行晶圆的时间 但沈涵云现在可不欠她的 沈涵云一笑 只是空有笑容却是毫无笑意 我现在也无事可干 而且也需要换一下心情 她并没有走出情观 所以需要干点别的事情来转移自己的思念 好 林寒点点头 因为六娃还留在了铁木森林 林寒便找了一个借口 与沈涵云分头行动 带去了黄金沙漠之后再会合 黄金沙漠 便是五行之地中的金之地 林寒一行先来到了铁木森林 将六娃带上 然后再飞往黄金沙漠 还好 这次小罗里没有再砸着谁 这都让林寒有了心理阴影 黄金沙漠并不是说沙漠中便必都是黄金 而是这沙子的颜色和金子一样 一眼看过去 仿佛是金沙铺成 亮闪闪的可以晃瞎人眼 这片沙漠很大 而且其热无比 少有植物可以生长 生机了了 因此 会来这里的人基本是冲着金枝金华 收集足够多了之后 就能融合成金金元 阿爹 你这回会不会又让我们白忙一场 奶蛙们都是问道 他们已经连续两次白白浪费时间了 林寒也不知道 默默下巴道 应该不会了吧 他的运气也没有这么好 总能得到奇遇的 好吧 那就再相信阿爹一次 奶蛙们纷纷点头 他们分头行动 并约好每五天回到这里会合一次 林寒依然带着问题小萝莉 向着沙漠中走去 只是几步而已 他们就生起了口干舌燥之感 没过一会 只见一头火蝎子从岩石里缝里钻了出来 向着林寒二人发起了偷袭 结局当然很惨 被林寒一脚踩死了 林寒却是呲了呲牙 这蝎子可好硬 让他的脚都有些发麻 第3628章神妙传说 这蝎子的外壳是由金属组成 所以特别坚固 连林寒都是赶到了较麻 蝎子死去 留下了一丁点的精知精华 那就是一粒金沙 但要比沙漠中的沙子要明亮许多 哪怕丢到沙地中也如鹤立鸡群 十分显眼 林寒把这粒金之精华收了起来 继续前进 他又回到了极度无聊的打怪生活中 天天就是寻找金元素生灵 杀之 然后获取金之精华 为了以后的强大而牧力 一晃 十天过去 林寒的修为静静速度很快 他又遇到了一个节点 跨过去之后 再度打开了九个翘穴 现在 他打开的翘穴数量达到了72个 事实上 大部分人都是在第二阶段突破寻逆境的 在第一阶段和第三阶段突破的都属于少数 而能够打开引穴的那就更少了 进度有些慢啊 这样的话 我练出五行造化单的时候 估计还没有将寻逆境修到极致 事实上 不是林寒的修炼慢 而是他获取五行晶圆的速度太快了 要知道普通人靠自己的努力 至少也得几百年才能凑齐五行晶圆 而他呢 仅仅半年都没有到 手里就已经握有三份五行晶圆了 这么一对比 他的修炼速度当然慢了 这真是幸福的脑房啊 触天之后 他遇到了一伙同样打金之精华的人 原本他正在吃饭 这些人一上来就要他交出金之精华 那林寒当然不会客气 反过来将他们洗劫一空 还从他们的口中知道了一个传说 在黄金沙漠的深处 有一座神庙 里面藏着爵士大机缘 这些人是职业打金之精华的 因为总有势力为了后备要炼制五行造化丹 在各个五行之地之中 很轻易就能遇到收五行精华的人 这一次 他们打出来的金之精华都是卖给了庞家 而他们还有一个目标 那就是找到那座神庙 从此摆脱地等地位 出人投地 只是 神庙只是存在于传说之中 有人信誓旦旦说看到了 可更多的人却是从来没有见过 而且谁都知道 沙漠中可能出现海市蜃楼的迹象 谁知道那些人看到的是什么东西 在这一行人中 便有一人号称见过那神庙 也是因为他的坚持 众人才会一直怀着梦想去追逐那座神庙 虽然他们已经在这里耗费了三十几年的岁月 林涵也只是姑且一听 他的首要目标当然是五行造化丹 将自己的基础住到完美 走向五道巅峰 他饶过了这些人 继续吃了起来 小罗利却是好奇 道 林涵 你说我们会不会找到那座神庙 人云亦云 此时的性可度不超过一成 林涵说道 咦 帅姑姑你太没有乐观精神了 唐云儿摇头 你应该相信 有本宝宝在 你一定会运气逆天的 林涵呵呵笑 就像你几次都砸到人一样 唐云儿顿时炯 然后便道 你知不知道运气守恒定律 好运走多了 难免会有些没运 这才能够再有好运呀 呵呵 沙漠的某一处 殿下 我们已经在这里寻找了数十天 薪水和食物都要用完了 是不是暂且离开 先出去补给一下 一名灰衣老者恭敬帝问道 他们一共有八人 皆是头上戴着斗篷 显得很是神秘 但现在正在饮食 所以还是显露出了面孔来 一少七老 年轻人看上却二十几岁的模样 身材魁梧 朗眉心目 虽然只是坐在了那 却自有一股夺人的气息 七名老者长相各异 但漠不以年轻人为首 显得十分敬畏 因为这年轻人乃是青龙皇朝的皇厨 地位惊人 青龙皇朝明面上乃是教主级的势力 但还有一位老尊者坐镇 因此得以统治一片心域 势力大的惊人 而这么大的势力挑选继承人也十分小心翼翼 为了保证领导者一定是最优秀的 每一名皇家成员在表现出足够的天赋之后 都可以成为皇厨 但一旦修为跟不上又或是犯了什么大错 那就会被消掉皇厨之名 而且永远不可能再成为皇厨 所以青龙皇朝的皇厨差不多就是百来名 年龄则是各异 有上千岁的老皇厨 也有像这年轻人一般的才二十多岁 他叫孟阳成 在皇厨中 目前排在顺位九十七 很低 但算上他的年龄 那可以说是前途无量了 是啊 殿下 神妙娜只是道听途说 谁知道存不存在 又一名老者劝道 殿下您太金贵 不如有老奴们来寻找 真要发现了神庙 再通知殿下也不迟 孟阳成哼了一声 道 你们懂什么 当初神庙就是自行退入黄金沙漠的 这么多年一直只被有限的人目睹 那是因为 他本身就是活动的 等你们通知我 那黄花菜都凉了 七名老者都是惊讶 难道神庙的传说竟是真的 孟阳成开了口 也没有打算收住 继续道三万年前 佛祖想要在这里传道 本朝当然不允 佛祖那帮人专会蛊惑人心 要是所有人都成他们的信徒 这片心域还信孟吗 太祖皇出动所有高手与佛祖激战 虽然成功将他们击败 但也没能全部消灭 残余分子驾驭着神庙 进入了黄金沙漠 那所谓的神庙 就是他们横渡心域的载具 本身就是一件强大的法器 但太祖皇肯定 余孽哪怕逃进了沙漠 但一个个都受了重创 不用多久就会死得干净 不过 也是因为那一意 太祖皇受了重创 只得将皇位传授下去 闭关了伤 若不然的话 这一次隐约皇朝入侵 我们也不至于如此被动 丢失了好几个资源心 孟阳成说道 脸色有些阴沉 七名老者都是不敢接话 心中则是震惊 原来神庙的传说不仅是真的 而且还牵涉到了太祖皇 也就是那位老尊者 而要是凌寒在此的话 他就能推断出一些事情来 比如说 为什么青龙皇朝没有派人去天海 新看一看正法封印的情况 他们被另一个皇朝入侵 正焦头烂额 哪有精力再去管一个囚龙 第3629章发现了 殿下神庙既然是佛族余孽留下的 那您执意去寻找的话 被其他皇厨参上一本 对殿下可是非常不利的 一名老者劝道 孟阳成淡淡一笑 我若是能够找到神庙的话 那只会是一桩大功 七名老者都是露出了好奇之色 不过孟阳成却并没有再做解释 因为在神庙之中 有着佛族的传承 而佛族是什么存在 习年初过祖王的 统领过一个时代 那佛族的传承又有多么惊人 哪怕神庙中的传承肯定不是完整的 只有一部分 但也足以让圣人都是心动 当初青龙皇朝严格封锁了消息 就是不想惊动了圣人 只是老皇上众 无法镇压黄金沙漠的天地大势 只能望阳心探 一直拖到了现在 孟阳成自信无比 他一定能够找到神庙的 因为谁也不知道 他还偷学了佛族的功法 虽然只是一冰点的皮毛 但进入黄金沙漠之后 功法与神庙之间会有共鸣 所以 他一定可以找到 灵寒天天打怪 被大风吹 被黄沙扑面 一个多月下来 简直是换了一个人似的 随便跳一下 就能抖下两斤重的沙子来 他都麻木了 简直想吐 还好 他手里的精知精华也在稳步增多 相信在有一个半月的时间 他就能把精精园融合出来了 至少十年之内 我看到沙漠就绕着走 而这么长的时间过去 灵寒再次打开了18个窍穴 总数量已是达到了90个之多 咦 帅锅 是我眼花了 还是前面真有一座庙 唐云儿突然说到 灵寒如同行尸走肉一般在走 文言才抬起头来 只见前方真的出现了一座金碧辉煌的大庙 宏伟无比 他看了一眼 依然麻木 海市蜃楼 不用理 可是 看着挺真实的 唐云儿又道 呵呵 灵寒毫无反应 走啦 角罗利拉着灵寒向大庙行去 可别看大庙就在前方 可走了小半天的时间 却是分毫不见接近 真是海市蜃楼 角罗利也没劲了 气死宝宝了 不完了 他钻进了养员葫芦中 虽然里面的空间也会受到外界的影响 会炎热干燥一些 但相比于外界来却不知道要好上多少倍 灵寒毫无反应 他现在只会在遇到金元素生灵时才会爆起杀鸡 嗨 麻 突然之间 灵寒的耳边传来声音 直达神士 有若黄中大吕 发人深省 让他立刻从浑浑噩噩的状态中苏醒过来 这是佛音祭唱 灵寒脚下一顿 向着前方看去 不由露出了震惊之色 这难道不是海市蜃楼 而是一座真正的大庙 传说中的神庙 不是吧 他这是什么运气 头一次进入黄金沙漠 而且不过一个多月而已 居然就遇到了许多人一辈子也碰不到的神庙 如果只是眼睛看到 那还可能是海市蜃楼 但耳朵里也听到了蝉唱 那就不一样了 灵寒展开咫尺天涯 但身形一动之后 他却是发现与神庙的距离不但没有缩短 反而变大了 这是什么鬼 他发动铜树 仔细观察 不由握了一下 那确实是一座神庙 但在光线的折射之下 再加上神庙本身也有些玄妙 使之出现了幻影 如果冲着神庙而行的话 那一辈子都不可能抵达 佛族最常挂在嘴边的 就是苦海无边 难渡彼岸 现在 这沙漠就是苦海 神庙则是彼岸 我要怎么渡 灵寒目光闪亮 换了别人还真没有办法 但他不同 不但得到了铜树神通 本身亦是正法大帅 两者运用到一起 让灵寒可以破解天地大势 他动了起来 不再是走直线 而是不断地变化着行进方向 神庙渐渐进了 佛音禅畅的声音越来越大 甚至可以看到神庙之上 有一尊尊佛陀浮现 在施展妙术 可度化世人 可超度亡魂 行了足足半个小时 灵寒忠是来到了神庙之前 明明这座神庙高也只有百丈 可灵寒站在神庙之下 却有一种自己无比渺小的感觉 这座神庙仿佛是宇宙世界的中心 宏伟的无以名状 他看得清楚 神庙的壁画上 有一尊尊墓墓前罗汉 也有一尊尊宝箱庄严的菩萨 也有微笑念福的佛陀 嗯 灵寒猛递转头 只见后面有一行八人正在接近 奇怪 居然还有人能够来到这里 你也有铜树 你也掌握了正法 可灵寒不知道 孟阳诚要比灵寒更加的震惊 他是靠着佛族的功法 与神庙取得了共鸣 这才得已不受迷惑 来到了这里 可灵寒评的又是什么呢 你是什么人 孟阳诚问道 语气平静 但自有一股命令式的傲慢 没办法 他的身份摆在那呢 灵寒只是淡淡一笑 他需要理会需要在意吗 主上在向你问话呢 一名老者立刻呵斥道 灵寒仍是没有回答 只是晾了晾拳头 这些人的态度让他十分不爽 所以不服就来干啊 神妙之事 关系重大 孟阳诚想了想 杀之灭口 赤 殿下 七名老者皆是领尊 疑 殿下 月华星上只有一个皇朝 这个家伙是青龙皇朝的皇子 一名老者月初 向着灵寒杀了过去 其余老者皆是为官 显然对那人充满了信心 灵寒也动了杀意 你们想杀我 那我就先把你们干灭了 他直接以身体作为武器 向着那名老者撞去 砰 灵寒就好像一枚炮弹 根本无视了那名老者的防御 声声撞进了他的怀里 然后便听老者惨叫一声 身体被震飞了出去 一屁股叠坐在了地上 孟阳诚诸人都是大害 因为老者的胸口赫然憋了下去 好像欠着一个脸盆似的 这也太恐怖了吧 一撞而已 就把一位仙徒强者给伤成了这样 当然了 这里压制修为 可仍是无比恐怖的事情 一起上 剩下六名老者都是大惊失色 连忙纷纷杀了出去 第3630章连体阵 然而 这又有什么用 灵寒迎上 一道煞气冲击打出 六名老者其受影响 莫不露出了呆滞之色 哼 孟阳诚出手 一记掌刀向着灵寒削了过去 灵寒打出一拳化解 这自然对他的攻击造成了影响 另一拳轰过 虽然将六名老者给阵飞了出去 但终是没有造成什么伤害 没想到 你的战力竟是如此惊人 孟阳诚哼了一声 脸上充满了忌惮 放在外界 他轻易就能捏死灵寒 可在这个地方 修为受限 他只能发挥出寻秘境的战力 却是一点把握也没有 灵寒没有答话 而是以强烈的攻击作为回应 对他不利的人 他从来不会手软 孟阳诚不再做官 也加入了战团 而且还是主力 他取出了一把剑 青色的剑身散发着可怕的煞气 有一种无法形容的威势 这是青龙皇朝的至宝青龙剑 的仿制品 属于制式法器 大部分黄厨都会配备 别看是仿制品 但愿要比同阶的法器厉害 刷 一键消过 有青龙的虚影浮现 张牙舞爪 气焰滔天 六名老者配合 他们并没有攻向林涵 而是脚踩奇妙的步伐 将一道道力量辅送给了孟阳诚 这是一个阵法 林涵亚然 这还真是奇妙 将其个人的力量联合了起来 再由一个人施展出来 威力要远比七人普通的联手强大 剑气站来 青龙咆哮 怕你不成 林涵含了一声 一拳轰出 其实重力量叠加 而且还是频率攻击 砰 全力打在剑气上 那条青龙虚影微微一颤 顿时粉碎 什么 孟阳诚脸色大变 七人合力居然还无法镇压林涵 这个家伙的战力变态到了何等地步 二星天才 甚至三星天才 他若是知道林涵还只是开孝敬的话 那肯定会猜林涵是四星天才 甚至五星 林涵长笑一声 推动着妖猴拳向着孟阳诚袭去 李太嚣张了 孟阳诚轻喝一声 他现在的战力可不弱于林涵 哄 他右手打出剑气 左手则是画掌 向着林涵连连挥击 两人对轰 在得到六人惯例之后 孟阳诚的力量其实远在林涵之上 但林涵掌握了频率攻击 可以以弱极强 确实丝毫不弱 一时之间 两人僵持住了 其实要打败孟阳诚很简单 只要将那六个老者干掉 他没有了惯例 战力自然跌落 不过 孟阳诚显然也知道这点 他将六名老者保护得很好 这有点像是老鹰抓小鸡 林涵是老鹰 六名老者是小鸡 而孟阳诚便是鸡妈妈 这场面就十分好笑了 如果小萝莉这时候现身的话 肯定会闪亮着眼睛说要一起玩 孟阳诚也很无语 甚至有些恼羞 他可是青龙皇朝的皇厨 身份何等崇高 可现在一个小小的寻觅境 居然能够与自己站个平手 让他的脸上挂不住 幸好这里没有几人能够接近 不与这件事情曝光 他杀性更胜 这灵涵如此之强 又偏偏能够来到这里 让他视为心腹大患 这回不会是佛族的人 与他争夺机缘的 死 他大喝道 猛地吸了口气 整个人好像被吹掌了 居然膨胀了起来 变成了一个足有十丈高的巨人 砰 他再出一箭 箭气粗壮的像是一株大树 斑斩了过来 威力暴涨 咦 这是什么秘法 孟阳诚战力暴涨 可六名老者却一个个都是脸色难看 气血大亏 他们皆是叫苦不迭 因为要发动这样的大招 需要抽取七个人的力量 这才勉强可以 可现在少了一人 他们每一个的负担都是大增 自然是吃不消 可没有办法 这秘法是完全以孟阳诚为核心的 他我有完全的主动权 只要他不停下来 他们六人便只用被不断吸取的份 所以 他们只有一个想法 那就是孟阳诚快点将灵涵斩杀 不然他们就要惨了 轰 轰 轰 孟阳诚刚猛无比 巨大化之后 他的力量又暴涨了许多 便是灵涵以频率攻击都是无法完全化解 他完全占据了主动 一键一掌都是霸梦无比 灵涵完全可以拖时间 这样的强大背后 肯定是对于六名老者的合泽而鱼 可像他这样的人 又怎么愿意用这样的办法取胜 难道正面硬刚便打不赢吗 灵涵长笑一声 煞气冲击发动 向着孟阳诚轰去 饶氏现在这状态之下的孟阳诚还是受到了影响 唯唯一致 但也只是一瞬间 他立刻恢复过来 但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破绽 来 灵涵用出了战神三世 顿时 天地似以他为中心 无穷的能量汇聚 他一掌拍出 能量滚滚而动 孟阳诚露出京剧之色 但已经躲无可躲 只能硬着头皮与灵涵硬拼 轰 他与灵涵短兵相接 只觉对方的力量汹涌而来 可怕无比 总算抗下了这一击 可他立刻骇然 因为灵涵又轰出第二击 怎么可能 如此狂暴的攻击 怎么能够连续使用两次 你的力量是无限的吗 你的身体是先筋筑成的吗 不怕崩碎了 没办法 他只能硬着头皮在轰 砰滴一下 他只觉身体都要崩裂了 而身后六名老者齐齐吐血 他们是一体的 一损俱损 然而 这还没有结束 战神三世 自然一共有三招了 灵涵大喝一声 打出了第三集 这一下 自己扛不住 孟阳诚在心中说道 他当机力断 壮士断腕 将这股冲击力直接卸去 由他身后的六名老者来承受 他是这个阵法的核心 也是引导者 当然可以这么做 砰 汹涌的力量涌过 六名老者莫不脸色巨变 这是毁灭性的力量啊 殿下 他们发出绝望的叫声 可孟阳诚根本没有理会 砰砰砰砰 六人末步被恐怖的力量生生震碎 扑 孟阳诚也暴吐一口鲜血 他再不恋战 掉头就走 灵寒追了几步 只觉胸口沸腾的厉害 便停了下来 没有再做追击 第3631章六字冥王咒 战神三世的威力太强大了 但也正是如此 对于灵寒的负担也奇大无比 之前仅仅只是施展了一次 便一直放着没有再动用 哪怕他现在已经是开窍境了 但用来还是压力山大 只是几次呼吸之后 灵寒的气血便平复了下来 他的体魄太强横了 这几下休息便差不多恢复 只是还不能立刻运转战神三世 那是自讨苦吃 甚至找死 这时 孟阳诚已经没影了 灵寒便没有追击 哪怕展开咫尺天涯也没用 以孟阳诚的聪明 他应该不会一根筋地走直线 灵寒将小萝莉放了出来 以 神庙 唐云儿亚然 然后指着灵寒 臭帅姑 你不是说那是海市圣楼吗 都把你带进来了 哪还这么多的抱怨 灵寒笑道 小萝莉嘟着个嘴 但立刻就被神庙吸引了 走走走 快进去看看 人家好好奇啊 灵寒也有些好奇 两人一起走向门口 大庙宏伟无比 金碧辉煌 但显然受到了极大的破坏 墙体上有一道道裂痕 有些好像是剑痕 有些是刀痕 有些则像是徒手抓出来的 若是孟阳城在此的话 他便知道 这些破坏痕迹都是当年的大战留下的 在数万年前 佛族便是以这的庙宇为据点 一路推进 直到老黄出手才被阻下 神庙的大门是关闭着的 但大门本身确实被破坏了 现出了一个巨大的洞 可以十分轻易避就钻过去 两人进去 暗 麻 泥 缠畅声又起 咦 这是六字明王咒 小罗利立刻叫道 脸上充满了震惊 沉默明王咒 鬼王咒 灵涵将小罗利抓了起来 佛族绝学之一啊 九字真言镇压世间敌 六字明王咒则是诸邪明星 小罗利吱吱喳喳 仿佛一只小麻雀似的 你要知道 佛族在对付鬼物 邪物上最是擅长 而且在扫除心魔上也极有一套 要是学到了这六字明王咒 以后你基本不用怕被邪物侵扰 也不担心会有心魔 臭帅锅 你知不知道 迈进仙徒之后 每提升一个小境界都会有心魔扰乱 有天道考心 动辄就会有入魔的可能 但要学到六字明王咒 那入魔的可能性就要小上九成 这个世界上 想要学到六字明王咒的人不知道多少咧 灵涵这才心中大动 道 那还不简单 我们听一会不就行了 小罗利直翻白眼 六字分别是矮 麻 你 翠 你 轰 这谁都知道 但要只是简单地说出这六个字 就算是明王咒的话 那也太简单了吧 这有秘诀的 还要求配合佛教的功法 灵涵忘了一下 刚才那个什么殿下 应该也是为了六字明王咒来的 所以 这个地方应该有佛族的传承 赶紧找找 小罗利也兴奋地道 要是我能学到 那外公爷爷他们肯定都会夸我 灵涵点点头 他从来都不是独享好处的人 既然小罗利也能来到这里 说明他与佛法有缘 嗯 他已经开始想象小罗利替了光头的模样 庙中并不阴暗 里面摆着一尊尊实佛陀 而每一尊佛陀都在发光 姿态一个 两人来到了庙宇的尽头 只见那摆着一尊大佛 足有十丈高 琉璃金身 宝香庄严 缠唱之声正是从这里发出 可谓神迹 在大佛之前 摆着十二个仆团 分成了前后两排 每排皆是六个 而现在这十二个仆团上 有五个正盘坐着人 有高有矮 矮的只有拇指大小 而高的则是如丈二金刚 灵涵已经用铜数看过了 这五人都已经是尸体 但人虽然死了 却依然有一种威势 生前应该十分强大 这五人皆是披着袈裟 应该是佛族之人 佛族是一个统称 只要信仰佛道 并可称为佛族中人 所以 这五人明显来自不同的种族 却又可以归属到佛族中去 这五人绝不是圣人 虽然死有余威 但并没有强大到不可接近的地步 灵涵绕着五人转了一遍 发现他们身上都有明显的伤势 袈裟被冻穿了 都有致命伤 好诡异 受了伤不去想办法也聊 又或是找个地方安息 居然盘坐在葡团上 传承呢 传承呢 小罗利团团转 他对死人和佛像可没有一点兴趣 两人到处找 但把妙语找了一个遍 都是没有找到像是传承的东西 哎 白忙活一场啊 唐云尔耸了耸肩 可能这帮家伙知道必死 所以把传承给毁了吧 这倒是有可能 他们不死心 又找了一天 但仍是一无所获 什么神庙传说 都是骗人的 小罗利嘟着嘴 骗小孩可是非常不道德的 两人出了神庙 外面是一个不大的广场 种着一株菩提树 但早已经枯萎 还少了半截 显得很是凄凉 菩提树乃是佛族的精神图腾 传说佛族就是在菩提树下悟到的 林涵突然闪过一个念头 这株菩提树会不会才是传承之物 谁也没有规定 传承一定要在庙中进行吧 林涵走了过去 开始研究那株菩提树 帅锅 你可真是聪明 唐云尔也跑了过来 他当然知道菩提树的传说 两个人一起研究 但任他们怎么观察 这都是一株已经死去的菩提树 走吧 唐云尔显然是一个没有耐心的人 再说了 他才几岁 超安悟造 林涵说道 没净 小萝莉拿出奶糖舔了起来 林涵盘坐下来 既然佛祖是在菩提树下悟到的 那么他能不能在菩提树下的传佛祖之道呢 他坐了下来 但什么也没有发生 没有醍醐灌顶 也没有当头棒喝 什么都没有 拽锅 不要浪费时间啦 小萝莉在一边说道 再等等 林涵说道 白天过去 夜幕降临 金黄色的明月高挂于空 投射着柔和的光线 小萝莉已经呼呼呼地睡了起来 他无忧无虑 自然能吃能睡 真的不到传承吗 林涵在心中想到 他决定 若是到明天早上还没有什么变化的话 那他就离去 当月上中天时 一变土生 第三千六百三十二章页落传法 那株菩提树原本已经枯萎 甚至树冠都被削去了一半 可当明月上的中天时 却是在月光的滋养下变得着装起来 消失的树冠再现 暗 麻 泥 巴 咪 轰 六字明王咒不断地响起 有微风吹来 菩提树轻轻震荡 叶子互相摩擦 发出悦耳的声音 林涵连忙拍了一下小萝莉的头 将他叫醒 干什么啦 人家要睡觉 唐云儿伸着懒腰 睡眼朦胧的 脸上全是苦大愁身 他最讨厌睡得正香的时候被人叫醒了 连亲妈都要急 笨蛋 你不要佛族传承了 林涵叫道 啊 小萝莉一个机灵 立刻没了睡意 他张大了眼睛 自然也看到了这神奇的一幕 传承了 他问 不要说话 好好看着 菩提树不断地摇曳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只见一名穿着袈裟的僧人突然出现 他盘坐在菩提树下 脑袋光光的 可居然有一道光环 生出了佛圈 这是佛族的大能啊 小萝莉是祸 立刻低声说道 那一位 林涵问 他自然指佛祖了 当初开创佛族基业的祖王 无敌于天下一个时代的 小萝莉摇头 不可能 要是佛祖留影 那其机会无比可怕 我们不可能离得这么近 这应该是一位菩萨吧 按佛族的等级分布 佛祖对应的是祖王 佛陀对应的是圣人 菩萨则是尊者 罗汉是教主 那么 这就是一位尊者了 哪怕放在月华心上 这也是一位顶级大能了 林涵不由睁大了双眼 这位菩萨会将六字 明王咒传授吗 可让两人失望的是 这个僧人只是盘坐修炼 哪有什么传承 又白等了 林涵不死心 过了好一阵之后 修 只见一片树叶落了下来 这菩提树早已经枯死了 哪来的叶子 林涵伸出手 刚好 树叶落在了他的附近 被他轻易就抓在了手中 顿时 一股无烟名状的力量 在林涵他体内汹涌 化成了一个洪亮的声音 在吟唱着什么东西 四歌又四曲又四法诀 林涵心中一领 这难道就是佛族传承 他连忙用心捕捉着每一个字 但模糊无比 捕捉起来极是困难 老半天之后 他才终于捕捉到一个字 按 六字冥王咒中的按 这是六字冥王咒 林涵开口 按 通 有一股无法形容的力量涌出 光明正大 发人深省 甚至可以看到有佛光普照 林 林涵 你学到了六字冥王咒了 小罗利吓了一跳 虽然他也能喊出按字 但没有特殊的功法配合 这也只是一个普通的字 并没有特殊的效果 林涵还想再去捕捉 可手中的叶子却已经化作了光影碎片 再不剩一分 体内的那股力量消失 那宏伟的声音也不见了 林涵亚然 他还真的学到了一次 他回忆着 然后恍然 原来捕捉声音的过程就是休息的过程 他能够听到那个按字 说明他成功捕捉到了功法 这样的传法还真是神奇 林涵向小罗利解说了一遍 让小罗利也兴奋起来 林涵 下一片叶子是我的 他强调道 林涵呵呵一笑 好 他也需要巩固一下 虽然他能够吟唱按字 但并不熟练 需要好好练习 而且 这其中有太多的细节需要研究 小罗利等着第二片叶子落下 林涵则是在完善他的按字诀 不过 唐云尔等了一个晚上都是毫无收获 当第二天的太阳升起时 异象消失 菩提树又变得枯萎干瘪 哪还有一张叶子 气死宝宝了 一夜没睡啊 小罗利气得哇哇大叫 林涵则是迎着朝阳修炼起来 他要加紧修炼 尽快迈进寻觅进去 这六字明王咒还没有的手 林涵和唐云尔自然不会离去 白天他们休息 等着晚上来大干一场 不过 林涵只睡了四个小时便已经精力充沛 他再次研究起了按字诀 别看只有一个字 但配合功法 却有种种变化 可振邪 可明星 博大精深 一个白天下来 林涵喜不自禁 六字明王咒不愧是佛祖两大无上绝学 意义非常 用此来对着自己大贺 让他的精神变得更加稳固 这是自然 本身的神魂都不稳固 何谈镇压邪恶 喝退妖魔 事业 月上中天 异象再现 菩提树再次光滑闪耀 枯萎的叶子一下子全部长了出来 点缀了满树 而后不久之后 那名菩萨又出现了 在菩提树下参悟 因为掌握了一个暗自觉 自然而然通晓了一部分佛法 灵涵顿时看出了更多的明堂 那名菩萨参悟 不是毫无变化的 菩提树也有阴暗明亮的变化 有一种奇妙的韵律 他捕捉着这种韵律 不由地沉迷其中 隐约发现 脑海中有佛音缠唱 发人深省 让他从灵魂层次认可 想要归附 从此之后 以超度邪恶为己任 灵涵蒙蒙地一争 不由流出了冷汗来 这佛法也太可怕了 他仅仅只是参悟一下 居然就让他沉迷其中 心灵被蛊惑 想要归一 这就是祖王手段吗 简直攻城略地不见血 只要佛法一出 普天皆度 灵涵连忙谨守心神 他只是对六字明王咒有兴趣 但绝对不想成为佛族之人 被佛族的条条框框所制约 一夜过去 灵涵对暗自觉的理解和应有 又多了几分 可小萝莉确实白等了一夜 因为根本没有菩提叶子落下 气得他直接跳了起来 要自己去踩 结果一股巨大的力量压落 让他摔得结结实实 小乃唐 我看你是注定和佛法无缘了 灵涵笑道 不信 本宝宝不信 小萝莉双手插腰 一脸的愤怒 凭什么脸 这么蠢的大叔都能学到 他这个聪慧宝宝就不行 两个人在这里扛上了 晚上 林涵捕捉着菩提树叶的运转规律 参悟妙法 而小萝莉则是眼巴巴地看着头顶 等着树叶的落下 第3633张滚石荒原 一天又一天 时间过得很快 九天下来 林涵已是完全掌握了暗自觉 开口缠唱 佛音浩荡 若是不看他的人 谁都要以为这是一个光张脑袋的得到高僧 林涵十分满意 可小萝莉却是郁闷到了极致 树上仍是没有第二张叶子落下来 可恶 西宝宝太甚了 不过 到了第十天 林涵也没能从菩提树上推就出什么来 来来回回 就是对于暗自觉的阐述 就这么一个字的传承 林涵想了想 恍然 菩提树已经枯萎了破坏了 传承也被破坏了 能够让他学到一个完整的暗自已经是运气了 他将这个推断与唐云尔说了一下 自然让小萝莉十分失望 帅哥 那你传给我啊 他说到 林涵摇头 不是他不想传 而是传不了 否则的话 佛祖也不用什么菩提传承了 直接口口相传不是要简单多了 你看 他在这里等了九天 这才学到了一个暗自觉 效率也太低了 算了 不学了 唐云尔赌气 宝宝不开心 如果换了一个成年人 那绝对会继续留下来的 哪怕只是得到一个暗自觉都是无上秘法 可谁让这个小萝莉只有六七岁呢 六七岁的小孩哪会考虑这么多 肯定是耍小性子了 真不学了 林涵问 不学 唐云尔摇头 态度坚决 不学就不学吧 林涵原本还想让他留在这里 他自己则是去打精知精华 反正小丫头也帮不了什么忙 两人离去 又开始了打怪之路 几天之后 他们与七个奶娃会合 阿爹 你消失了好几天 是不是又有奇遇 我们打得精知精华又白费了 次娃说道 林涵一笑 怎么可能呢 奇遇是有 但并没有得到精精缘 他将获得六字明王咒的事情说了出来 让奶娃们也是一阵惊奇 阿爹你难道有佛祖血脉 三娃要着手指说道 不然的话 菩提树怎么会认可你 飘落叶片 还有这样的说法 唐云儿瞪大了双眼 顿时表示很不爽 原来她是真的白忙活的 林涵摇头 她和光脑袋绝对没有什么关系 而且了 佛祖不是一个统称吗 哪来什么血脉 阿爹 你这就不知道了吧 大娃摇摇头 佛祖也是有血脉的 但并非是传统意义上的生儿育女 而是佛祖大能有转世一说 有些婴儿生下来就精通佛道 未来必成佛祖大能 阿爹 你是不是佛陀转世 二娃去摸林涵的脑袋 阿爹 你哪天要是皈依佛祖的话 头发就保不住了 趁还在 赶紧围观一下 五娃笑道 嗯 其他奶娃纷纷点头 林涵满脸的黑线 我不会当和尚的 她娇妻不少 儿女一成群 怎么可能去当和尚 唐云儿不合时一地插了一句 其实佛祖也有欢喜佛这一分之 不经婚许的 也不用血法的 你哪凉快哪带着去 林涵不爽地道 你不说话没有将你当哑巴 哈哈哈哈 奶娃们和小萝莉都是笑 他们继续打怪 收集着精知精华 林涵也和沈涵云会上了面 又是一个半月后 他们终是收集到了足够的精知精华 融合成了一份精精元 终于 五缺一 大功快要告成了 下一站 滚石荒原 他们出发 前往最后一处五行之地 这花了点时间 五天之后 他们才来到了地方 既然是荒原 自然是一片荒芜 这里浇土成片 少有植被 但好在不像黄金沙漠那么炎热 也有河流奔腾 不用担心会在这里可死 众人还是分头行动 约定每五天会合一次 比如谁要是运气爆棚 直接收集到了土精元 那就完成任务了 但才待了两天 林涵就开始了闭关 他又能突破了 闭关小半天 林涵再开九个翘穴 这下 他距离开翘镜的镜头只差九个翘穴了 当然了 这可没有将引穴算上 唐云尔很快就无聊了 躲进葫芦里呼呼大睡起来 林涵也很无聊 但没有办法 这可是为了他自己 他前进着 寻找着土元素生灵 很多 全是一块块原石构成 根本没有关节连结 却可以粘在一起 十分神奇 不过 实力也就那样 以林涵现在的战力 一根手指就能轻易解决了 除非遇到什么石头王 不然的话 他闭着眼睛也能一路横推 漠然之间 他浑身升起了鸡皮疙瘩 只觉一股强烈的危机赶袭来 他漠然转身 只见前方正有一人大步走来 这是一个风神俊朗的年轻人 容貌简直完美 找不出一丝下次来 他一身白衣 背负一口剑 黑发披到肩上 乌黑发亮 林涵在意的当然不是他的长相 而是此人散发出来的气势 灵力如剑 可怕无比 这样的气势便是红天步也无法比拟 嗯 红天步开启凶兽之眼后 方能与他一比 终于找到你了 白衣人展颜一笑 林涵也是淡淡一笑 我好像并不认得你 老你辛苦 真是汗颜 白衣人一愣 然后大笑 你比我想象的有趣 我这个人向来幽默 林涵耸了耸肩 白衣人却是收起了笑容 道 我叫何三 林涵忘了一下 什么何三何四的 他可不认得 何三亚然 对方听了他的名字之后 居然一点变化都没有 是了 此人肯定不知道自己的身份 他也没有解释 不需要浪费这个时间 我来杀你 他说道 林涵点点头 我在这里也没有朋友 你专程过来找我 我也能猜得出 你是为了杀我而来 让我想想 狂雷两家一来 应该请不动你这样的天才 二来他们也认为我死了 不会费这个手脚 他顿了一下 副道 所以 你应该是那个什么殿下的人吧 何三一笑 他还指挥不动我 只是本朝黄厨差点被你杀死 坏了一桩大事 我既然知道了 自然要走上这么一遭 以自敬把 第3634张战和三 以自敬把 这句话林涵好像听许多人说过 他一直觉得很傻叉 当然了 和三说这句话的时候 自然不会认为自己是傻的 只是在装叉而已 此人有装逼的资格 林涵呵呵一笑 想杀我的人很多 但你看我现在还是活得好端端的 所以你还得好好努力才是 平嘴和三出手 一掌向着林涵拍去 轰一掌动 风云起 这确实是个超级天才 本身应该是三星天才 而跨过仙徒现在再被压到了寻秘境 怎么也能保留一些战力的 所以放到寻秘境的话 和三可以算是四星天才 这当然比不得林涵 他可是四点五星甚至接近五星的天才 但是 他的劣势是境界 毕竟还只是开窍 来 那就来战战看 林涵拧起一拳 向着和三迎急而去 轰 一级交锋 林涵不由地身形一番 向着后方连连退后 以 和三露出压然之色 竟然挡得下我一掌 以他的天才 这一级应该轻松将林涵轰杀才是 难怪孟阳诚都被杀得之身逃出 你确实有点实力 他点点头 给了林涵一个相当高的评价 孟阳诚 那个所谓的殿下 林涵收住了身形 他现在几乎可以横扫一切寻秘境 但对上三星天才的话 那还是有些够呛 更何况现在的和三可能还不止三星天才 他活动一下手脚 道 你就不怕也被我杀得屁滚尿流吗 和三的脸色一沉 能够在我手里走过一招 你确实可以自傲 但在我面前嚣张 你却是大错而特错 他再次出手 这一次就不再是简单地拍出一掌 而是引动了高层次能量 化成一片绿色的光 向着林涵轰去 林涵不惧迎上 他虽然在原始力量上不及 但战力可不是完全取决于力量的 轰 轰 轰 两人不断地对轰 林涵先用上了雷光拳 但完全不敌对方 很快就被完全压制 此星天才战力的寻逆境 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和三冷笑 不过如此 林涵没有说话 作为回应 他用出了妖猴拳 顿时气势力变 充满了暴力 便是天要镇压 一时一拳也可轰翻 和三不由一惊 他仿佛看到有一头远古时期的妖猴正在肆虐 那种气势让他都有些心惊 他双眼一亮 这么好的拳法 在你身上太浪费了 他也展开一门技法 好像化身成了巨蟒 不断地缠向林涵 要将他绞杀 这门技法其实不及妖猴拳 但无奈和三在力量上占尽了优势 弥补了技法本身的不及 还反过来压制住了林涵 林涵神情自若 他还远远没有达到山穷水晶的地步 七十重力 频率攻击 他在轰一拳 迎上了和三的缠绕 砰 和三顿时被震退了回去 咦 你竟然掌握了这样的秘术 和三反倒露出了笑容 充满了感慨 对方要比他的力量弱了一大截 却是靠着一门技法弥补了过来 他欣喜 是因为他已经把妖猴拳是为了自己所有 他也在斩绝技 一直点出 光芒万丈 便是太阳都似失去了光彩 碎阳指 林涵以七十重力的频率攻击相迎 但一击之下 他却是被生生阵退出去 只觉全骨都是颤颤 好像要碎开始的 呲 这一级的威力还真是恐怖 林涵的骨头可是经历了七次催炼啊 可称先途之下的最强 但一级却是让他的骨头都是差点断开 这碎阳指的威力堪称恐怖 不过 和三却比林涵更加震惊 他自然知道碎阳指的威力有多大 可居然只是让林涵的拳头见血 却并没有使之碎断 你压什么骨头啊 再来 他又是一指点过 璀璨的光芒闪耀 林涵眉头一皱 他的骨头虽然扛得住这一击 但还是会让他受伤 他可没有受虐倾向 因此 他一记煞气冲击打出 饶势和三又如何 他只觉一股无法形容的煞气 抓住了他的心脏 让他连呼吸都是困难 但他毕竟是三星天才 更是早就跨上了仙徒 立刻心神一鸣 逆力运转之中 将这骨巨翼驱逐体外 只是这么一来 他的攻击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破绽 被林涵抓住 不但让开了他这一级 还回敬了一拳 让他必须躲闪 这一级 两人可以说是平分秋色 和三的脸色阴沉 他是谁 青龙皇朝年轻一代中 可以排名前三的天才 他根本不是葛同之流可以比的 居然被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 逼成了平手 这让他怎么受得了 他大吼一声 攻势更急 他掌握了许多妙术 不断地运转出来 威力惊人 林涵主要以煞气冲击和妖猴拳相赢 但和三动起了真格 毕竟我有一个大境界的力量压制 这是绕不过去的硬伤 让林涵完全落在了下风 显向还生 论同接战斗能力 现在的和三真的不输多少 自然占尽了优势 死 和三一掌拍来 火焰尺烧 却是深蓝色的 林涵本能地生起寒意 这蓝火是高层次能量 破坏力巨大 不能应接 他抽身而退 嘴却是一张 吐出了一道金剑 咦 和三万万没有想到林涵还有这一招 连忙偏头让过了这一击 但见风化过 还是削下了他几缕头发 他的脸色愈发的铁青 堂堂和三 居然被一名无名小族削掉了几根头发 你要能够不死 这足以让你灵动天下了 他森然说道 杀意更胜 这是一个能够威胁到自己的天才啊 必须干掉 林涵冷笑 双拳一阵 已是包裹上了毁灭能量 来 谁怕谁 哼 他挥舞着拳头迎上 这下轮到和三震惊了 他也本能地生起警照 这黑色的能量充满了破坏力 绝对不能应接 他退 一边退一边双手急抓 顶级天才又怎么可能是光挨打不还手的 两边的空气被他硬行抓取过来 形成了惊人的压力 让林涵的身形不由地缓了下来 甚至压迫得他有些脸色发白 第3635张跑 和三冷笑 这同样是一门秘法 休息起来其难无比 哪怕他将秘谱公布出来 能够掌握的人也不会超过三个 他趁机反击 一脚踢出 化成了一条真龙式的静系 林涵已毁灭能量将空气震碎 力获自由 他展开金雕十八爪 身弱雄鹰高飞 认你是太古蟒相还是蛮牛 都只是他的狩猎目标 和三无拒 能够让他不敢沾染的也只是毁灭能量 金雕十八爪又如何 他又先术可敌 两人激战 仍是林涵落尽了下风 一个大境界的压制真是太无奈了 而若是有人知道两者的真实修为 那一定会认为是林涵赢了 同街一战 林涵完全可以吊打和三 可惜的是 世间又哪有真正的公平一战 要是让和三知道林涵其实只是开窍境 那他的杀意肯定会更加炽热 会不惜代价地干掉林涵 这样的人太妖孽了 活着就让人感到心慌 简直是天才的乐梦 林涵也不得不承认 对方确实强大 自己再入了一个大境界的前提下不可匹敌 但他又岂是轻言放弃的人 双手摆出了一个奇特的造型 顿时 他的身上散发出可怕的气势 仿佛一下子成为了天地宇宙的中心 和三不由一惊 虽然林涵还没有出招 但他已经有一种风雨欲来的寒意 这一急出 必然石破天惊 他不敢大意 凛然以对 轰 林涵打出了战神三世 双手画掌 向着和三拍去 天地之力滚滚 据是被他的身体吸收 然后作为媒介 浩浩荡荡地轰了出去 和三都是一惊 眼神跳动 他虽然已经足够高估了 但这一招出 他还是感到心惊肉跳 他大吼一声 也是运转出最强绝学 与林涵应拼 他是和三 绝不输人 轰 一记对拼中 林涵仍是不敌 亮相而退 但他立刻重振旗鼓 轰出了战神三世的第二世 他真若一尊战神 浑身血气弥漫 好像刚刚遇血大战一般 他带着这记大招袭来 如能碾压一切 和三也没有退让 仍是一记中掌 迎向林涵 轰 两人在对拼一记 这次林涵就完全不落下风了 与和三拼了一个平手 战神三世 借天地之力 一事比一事强大 林涵压下胸中的沸腾 第三世已出 怕你不成 和三怒吼 一掌迎上 这是他掌握的绝学山岳掌 也是他现在的最强技法 轰 一记对拼中 和三顿时被重重地轰飞出去 战神三世 强力致思 不过 这也是林涵的极限了 他体内的血气杂乱无比 而身体也是一阵阵地剧痛 已经无力再挥出第二遍战神三世了 和三虽然被阵飞出去 但只是脸色苍白了一点 并没有受什么重创 他露出冷笑 你这套技法虽然强大 将你的战力至少放大了十倍 但对你的负荷却至少是百倍 你还能再施展下一世吗 林涵的绝招 差不多已是用了一个遍 强力杀招只差天文玉没有施展了 但这是一次性的 要没能制敌 却反倒落入对方手中的话 那他就要亏大了 走 他再不犹豫 直尺天涯展开 一步迈出已是百里之外 修走 和三连忙追 但林涵再是一步跨出 顿时将他甩掉眉影 等他再出去几步 已是无法判断林涵去了哪个方向 他皱眉 这个对手虽然不如他妖孽 但也勉强有资格作为他的对手了 毕竟他是从先途降下来的 我有一定的优势 如果对手与他的境界完全一样的话 说不定真能对他构成威胁 所以 此人一定要除掉 对方显然是在这里打土质精华 目的十分明了 就是为了五行造化单 所以 在没有搜齐到足够的土质精华之前 对方是不可能离去的 否则 前功尽弃 我一定会找到你 将你杀了 和三连生说道 语气森然 林涵施展几次 直尺天涯之后 这才敢以正常的方式即行 他十分不爽 这次他被全方面地压制了 没办法 人家现在比他高出一个大境界 而且是三星天才 当然就是这么强大 我打开尹穴也不可能是他的对手 除非 迈进寻逆境 林涵皱眉 打开尹穴可不像六变 七变 提升来的那么猛烈 这只是在为未来铺路 打开的尹穴越多 以后的修炼速度会越快 可对于战力的提升 更多次的生命层次越升 打破更多的桎梏 战力肯定会更强 但应该不会有值的飞跃 跑出足够远后 林涵的身体也恢复得七七八八 说到体魄之强横 那和三也远远不能与他相比 他继续打怪 和三的仗仙计下了 但只是两天之后 和三追了上来 立刻展开了攻击 以复定要置他于死地的坚决 这一回 林涵没有恋战 直接展开咫尺天涯离去 现在可没有必要和和三争一时之喜 他的重点是获取土之晶圆 从而炼制出五行造化丹 争取打开全身所有的桎梏 只要让他迈进寻秘境 真正的同街一战 看他怎么吊打这个王八蛋 和三虽然强大 可对于咫尺天涯这样的神迹 却是没有什么好对策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林涵跑掉 然后再次展开了追击 他要仗着自己修为高 积淀后的优势 生生将林涵耗死 他好像有一种特殊的办法 这次只是一天之后 他就再次找到了林涵 展开了疯狂的攻击 不过 他这追踪之法虽然牛逼 可还是奈何不了林涵的 咫尺天涯 一连十天 林涵被和三找到了八次 让他连打怪的时候 都没有一个安稳的心情 不过 在这样的高压之下 他的修为也在以高速提升 他迅速打开了最后九个窍穴 达到了开窍镜公认的镜头 打开108个窍穴再突破 这无论放在哪里都能称为天才了 大部分人都是打开了72个窍穴 后便没有了再往前冲的潜力 可林涵知道 他的开窍镜之路这时才真正开始 何三啊 你就给我更多的压力 让我完成突破吧 第3636章一路追杀 何三一路追杀 他是青龙皇朝年轻一代中有数的天才 也可以说是整个月华星这一代最最杰出的俊杰之一 既然下定决心要杀林涵 那绝不可能轻易放弃 一次次比失败只是让他的杀意变得更加坚定 追杀的步伐丝毫没有放缓 林涵连突破兜的挑时间 得将何三甩拖之后立刻进行 否则时间一长 对方肯定会寻踪而至 隐穴的开辟十分艰难 因为一般人只能达到72窍穴的地步 达到108穴已经是难能可贵 108乃为小周天 那么所有翘穴数量会不会是360个和周天之数 林涵刺牙108个翘穴都是花了近一年的时间打开 那真要是360个翘穴的话 那岂不是还要两年之久 但无论时间多久 如果有完美的目标 那他一定要做到完美 所以刚好有这么一个超级高手追杀他 可以给予他生死一线的压力 这样的机会他当然不想错过了 林涵就继续打怪 现在只差土之精华了 别说只有和三在追杀他 就是100个和三联手 他也会在这里带着 直到得到土晶圆为止 七天之后 林涵突然有了感悟 他停了下来 直接一屁股坐在地上 哼 生命层次的提升开始 来的是那么的猛烈 林涵扶下一颗生命宝果 然后开始冲击体内的桎固 啪啪啪 一刀到束缚崩开 而一个翘穴也悄然打开 可以沟通天地 可以让蜜力涌动 第一个瘾穴 这只是一个开始 没过多久 第二个瘾穴也打开了 然后是第三个 一路势如破竹 半个小时之后 他已经打开了九个瘾穴 当他以为这次的突破要结束时 却发现生命层次的跃升 还是汹涌无比 还能继续 林涵自然不可能停下来 又服下了一颗生命宝果之后 他的突破还在进行 第十个瘾穴 第十一个瘾穴 只有打开了九个瘾穴之后 这次的突破才终于停下 林涵亚然 这次他居然打开了十八个翘穴 照这样的话 恐怕他也只需要半年左右 就可以将周天穴道全部打开 当然了 如果一共是三百六十个大穴的话 嗡 可怕的杀意沸腾 和三又来了 林涵这回没有逃 而是面对 而且一上手就是战神三世 他打开了几个瘾穴 战力有没有突飞猛进 轰 轰 轰 打了三招 林涵掉头就跑 咫尺天涯展开 迅速远去 他仍不是和三的对手 虽然打开了几个瘾穴 实力有所进步 但并没有出现质变 所以 打了三招之后 林涵就跑路走人 此时的和三自然是非常郁闷的 一直见了他就跑的林涵竟突然赶出手了 而且你打就打麻 怎么就打了三招 这三招将他打得有些猛 战神三世太强大了 将他完全压制 可他正想反击的时候 林涵跑了 李涵居然跑了 他憋了一肚子的气 长笑一声中 再次展开了追击 追逐游戏还在继续 林涵现在也没有在一倍追上就跑 而是以战神三世迎上 先打三招再以咫尺天涯开跑 几次下来 和三累积的怒气已经要爆表了 有你这样的吗 上手就是三技大招 轰得他只能被动防守 而当他要开始反击的时候 林涵却又跑了 让他有力使不出 有气撒不了 可恶可气 十天之后 林涵再次突破 他又一次打开了18个隐穴 这一次他与和三又占了三招 自觉实力又有了提升 但仍是不敌和三 没有直辩的话 他应该不可能占得了上风 君子报仇 三年不晚 而且他也不需要三年 他手中的土质元素越来越多 但被和三这么追杀 他也没有考虑与奶娃们会合 因为一旦暴露他与奶娃们的关系 那么七个奶娃都可能成为和三威胁他的因素 他当然不会将奶娃们置于险地 便是沈寒云他也没有去会面 却是在约定的见面之地留下了资讯 简略地说明了一下情况 十天 一个月 三个月 时间在不断递过去 和三的毅力堪称惊人 他始终掉在林涵的身后 似乎不把林涵干掉 他就不会离开这里似的 这让林涵也憋了一肚子的气 素不相识 你居然追杀了他小半年的时间 有这么大的仇吗 你等着 带他迈进寻觅境后 一起算账 林涵固然不爽 可和三也不见得好到哪里去 要知道 之后两人相遇 都是林涵以战神三世发起攻击 逼得他只能自保围开始 然后打了就跑 这就好像青楼女子接客 结果遇到了一个快枪手 还没有爽到不算 对方玩完了 居然还不给钱 拎上裤子就跑 他越来越火大 是要将林涵轰杀成渣 这么多天下来 林涵的实力也稳不提升 他打开的翘雪数量 已经达到了324个之多 他有很大的信心 翘雪的总数应该是360个 刚好合一周天之数 快了 快了 他在心中说道 他现在差不多每10天突破一次 打开18个隐穴 照此推算的话 那他只经在突破两次 就能达到开窍境的极致 不得不说 这里面有和三很大的功劳 没有他这么逼迫林涵 给足了林涵动力 那他绝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达到如此的高度 正想着呢 和三又出现了 这次他直接一剑斩了过来 不想再重演一上来 就被林涵三板斧的命运 然而 没用 林涵的战神三是一出 立刻破得和三只能防御 全力应付他的三板斧 可当和三喘过气来时 林涵已经展开咫尺天涯跑霉了 和三不由升起一股冲动 要不就算了吧 在这里想要挤杀林涵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还是去外面守着 到时候以他注顶尽的实力 那轰杀林涵还不是一招的事情 可他立刻摇头 若是他趋于这样的念头 那必然会让他的心灵留下缺陷 日后想要冲击武道巅峰就会有隐患 追 继续追杀 第3637章意志比拼 和三一路追 这次他不惜代价 好像动用了某种秘术 林涵根本甩不掉他 顶多半个小时 对方就能立刻追上 似乎和三也意识到了 林涵虽然一直不敌自己 可战力却在稳步提升 这也太恐怖了吧 要是让对方那么无限地成长下去 岂不是要能与自己比肩了 虽然对方的实力仍是远远不及 但终有这么一天的 所以 他也发了狠 并要将林涵轰杀 林涵现在自然完全没有了打怪的时间 而他估计也早就不需要了 西哥奶娃再加上沈寒云 肯定已经打满了土脂精华 只差放一起融合成土晶圆了 在和三的强势压迫之下 林涵甚至都没有了修炼的时间 体力还好 他的恢复力强横 根本不于担心会耗尽 但魅力就不一样了 现在是只出不进 仅靠服食一些丹药的话 又怎么能够弥补他的消耗 两天下来 林涵的状态变得极差 饶是他将经脉开辟的远比一般人宽广 但也架不住这样的消耗啊 幸亏他是丹道大师 炼制出来的丹药效果远要比寻常丹师炼出的好 这才能够一直支撑下来 不过 他吃不消 和三也不见得好到哪里去 为什么他之前一直没有动用这样的秘术 便是因为消耗太大了 所以他才一直没有动用 现在他下定决心 要不惜代价淡掉凌寒 可并不意味着消耗就突然变小了 连续运转了两天 他也差不多达到了极限 身上全是汗水 连头发都是粘到了一起 不负先前的潇洒 现在与其说是两人站立的比拼 倒不如说是意志的考验 他们都快要达到身体的极限 谁能坚持得更久一些 谁就能握有优势 和三还真不愧是顶级天才 他的意志无比坚韧 始终紧追不舍 他相信自己一定比林涵更能坚持 而说到意志 林涵又怕过谁 五天七天九天 到了第十天的时候 两个人其实都是达到了极限 明明对方就在前方 可愣是要喘好几口气才能赶过去 这时 林涵的体魄强横就展现出了效果来 他的秘力虽然接近干涸 只能靠单要挤那么一丁点出来 可体力确实依然充沛 至少还保留了三成的力量 他正在酝酿反击 只要和三的秘力耗尽 那大家都拼体力的话 他可以秒杀对方一万次 差不多了 林涵突然停了下来 转过身 盯上了和三 你不跑了 和三喘着粗气道 尽量让语气与平时一样 林涵淡淡一笑 你不是一直想与我交手吗 成全你 他大步而行 向着和三冲了过去 哼 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打什么主意吗 和三冷笑 一掌拍出 有璀璨的光芒闪动 他留了一道力 去 林涵仰手一甩 休 听闻玉直了出去 他做出要与和三力拼的架势根本就是一个幌子 真正的杀招可是天文玉 天文玉瞬间飙到了十倍音速 没办法 林涵的密力消耗太大 导致这一级的威力也是逊色了许多 变力法器 和三一浪 但立刻认了出来 他脸色大变 连忙躲闪 但他如果第一时间就躲闪的话 那还可能躲得过去 可等天文玉砸了出来再躲 晚了 毕竟他现在可不在全胜状态 哪怕是被阴素也足够要命的 砰 天文玉砸到 但和三的身上却是有一圈圈金色的符纹涌出 画成了一口金钟也是 将他护在了其中 和三顿时露出了肉桶之色 这是他被师门强者似语的一张符冰 在受到不可化解的攻击时便会自行激发 是能够救命的宝物 这在他去古迹冒险的时候已经用了三次 也救了他三次性命 万万没有想到 在追杀一个寻秘境的时候 居然也会消耗掉一次 但无法 他可以收获一件念力法器 从长远来说 重要性绝对不比伏兵低 林涵也是亚然 没想到和三居然还有这么一件保命之物 再来 他也拼了 咫尺天涯发动 向着和三撞了过去 同时引动毁灭能量 不但缠绕在了双手之上 体内三百多个翘血也一起喷射 他现在就像一个刺猬 砰 他撞了上去 这颗人肉炮弹可是比天文玉还要快 和三当然不可能躲得掉 顿时被撞了个正着 如果他还在全胜状态 那以他的战力之强 发动的反击足以重创甚至杀死林涵 可现在他却是被生生撞的飞起 毁灭能量更是向着他疯狂刺了过去 嗡 又是一圈圈金色符纹闪动 化成了一口金钟 将和三保护了起来 靠 还有 林涵不由吐槽 他现在的秘力已是耗尽 根本无法再斩一次咫尺天涯 可和三却是更加头皮发麻 这再用掉一次保命的机会 伏兵的能量已是耗尽 化成了飞灰 再不能保护他了 他郁闷得要死 这次真是偷鸡不成反食了一把米 非但没有杀了林涵 夺得念力法器 反倒消耗了两次保命机会 但他却是毫不犹豫地转身就跑 要是林涵再来一套那样的攻击 他肯定扛不住 没办法 他现在的状态太差了 林涵没有追 他根本追不动 啪 他一屁股坐了下来 连忙取出丹药狂磕 但这几天丹药吃得太多 体内产生了强烈的抗药性 收效甚为 好在他也没有遇到敌人 第二天 当太阳出生时 林涵连忙抓紧时间修炼 恢复秘力 半个小时之后 林涵只觉神情气爽 又恢复到了急剩状态 不过 他恢复了 和三估计也差不多了 等下肯定会杀过来找他 他正想起身 却是脸色一变 靠 他居然要突破了 生命层次的跃升 已是汹涌而来 是立刻突破 还是暂时先压制一下 林涵想了想 决定突破 他再进一步 就是开窍境的巅峰 便可以突破寻觅境了 而只要迈进寻觅境 他还需要怕核三呢 林涵突破 轰 体内桎顿时一个各地打碎 这十天的大战 将他的潜力完全压榨了出来 让他迎来了现在的大爆发 可就在这时 逼人的含义逼来 阴魂不散的核三又来了 第3638章乱来 核三是绝不可能放过林涵的 从明的角度来说 他既然说要杀林涵 那一定的做到 否则岂不是折了他 青龙皇朝最强年轻一代的威名 而从立的角度来说 林涵掌握了许多惊人的宝树 还有天文玉这样的念力法器 他自然想要得到 而这先得把林涵干掉才行 再加上他也在林涵的身上 耗费了两次保命机会 这自然更让他要拿下林涵 否则他也太亏了 因此 在恢复了状态之后 他立刻就跑了回来 死 核三遇见袭来 见其爆发 羞羞羞 漫天密布 如同暴雨 林涵毫不犹豫 立刻把腿就跑 他正在突破的紧要关头 哪有空与其核三打 羞羞羞 他连续展开几次咫尺天涯 剧烈的震荡之下 体内顿时一片沸腾 原本他足以承受 可现在正在突破 体内本来就在进行翻天覆地的变化 被这么一冲击 他顿时难受无比 一口血狂喷而出 再来 林涵露出疯狂之色 反倒利用这样的震荡去冲开饮血 啪 居然还真的让他成功了 一个翘血豁然而开 很好 还剩下十五个 可就在这时 和三已是追来了 瓦得 谁怕谁啊 林涵没有跑 咫尺天涯战时不能动用 也没有办法跑 他向着和三冲去 战神三世发动 面对这三世先法 和三虽然吃了无数次的亏 可就是没办法压制 只能连连后退 不敢直音起风 一世 两世 三世 终于三世过去了 和三却是一愣 怎么这次林涵打得如此之慢 不好 他猛地反应过来 上当了 可惜 他反应得太慢了 林涵展开直尺天涯 瞬间远去 他之所以把战神三世运转得极慢 就是要让体内的沸腾变得平稳一点 让他可以再战直尺天涯 扑 林涵在喷鲜血 虽然他扑了一点时间 可无论是直尺天涯 还是战神三世 都是对身体有着巨大的负荷 又怎么可能真正的恢复过来 但这时 他却是变得更加疯狂 两只眼睛已是变成了血红色 开 开 开 给我开 他大吼道 啪 啪 体内又是几道桎梏被连续冲开 而他也一口气打开了两个翘穴 还有 十三个翘穴 就这么一会时间 和三又来了 阴魂不散啊 林涵心中暗叹 如果和三真是阴魂就好了 他可以用六字冥王爵喝退 他毫不犹豫地又冲了上去 拉开了战神三世的架势 你压得还会不会别的招数了 和三在心中吐槽道 一边连忙倒退 可他却是发现 林涵根本没有动用战神三世 只是做了一个样子而已 上当了 和三心中暗叫 也是 林涵才刚刚用出了战神三世 又怎么可能这么快又运转第二遍 他恼羞成怒 连忙向着林涵杀了过去 林涵哼了一声 祭出了墓碑碎片 向着和三砸了过去 哄 这块板砖顿时缠绕上了重重阴气 好像有不散的鬼屋一般 靠 怎么变异了 林涵也是一愣 他来月华星之后就没有用过墓碑碎片 也没有拿出来过 谁料居然会有如此这么大的变化 难道那个坟就葬在这 碎片是从这里偷回去的 所以才会引起异变 阴气冲天 景象惊人 和三也是脸色大变 连忙往回跑 直到跑出阴气笼罩的范围 他才停了下来 看向林涵 道 你真是不知死活 居然敢计用这么阴气重的东西 现在不用我出手 你就会被阴气缠身 无疾而终 这并非夸张 背板专拍上一记 莫不会被厄运缠身 倒霉的不行 哪怕有大气韵的红天部都是无法避免 足足倒霉了好几个月 林涵现在完全被阴气缠绕 那就不是倒霉的事情了 而是会挂掉 那你慢慢等吧 林涵根本不理阴气 又开始突破起来 啪啪啪 体内的桎梏接二连三地破碎 而一个个隐穴也在迅速打开 五个 七个 九个 十五个 只剩下三个了 不过到了这时 林涵的静静确实慢了下来 似乎后继无力了 这显然是因为被核三干扰 没能专注于突破 才会有这样的后果 林涵不知道错过这次之后 他还有没有机会再冲开 剩下的三个翘穴 所以 他一定要起死回生 给我破 他引动体内的胃面 亿亿万的生灵 其其释放出念力 形成了一股推动力 啪 第十六个翘穴开 过了一会 啪 第十七个翘穴开 只剩一个了 可哪怕林涵已经这么拼了 但人力终有穷极之时 他的生命能开始回落 突破要结束了 不行 林涵露出疯狂之色 他张口 主动吸取阴气 他现在需要能量 需要助力 管他是什么 只要能够帮助他再推开一个翘穴就行了 白痴 何三摇头 真没有见过这样的弱智 是嫌死得不够快吗 但阴气被这么一激发后 变得越发狂暴 沸腾如开水 便是何三也看不真切了 放眼看去只有一片死气沉沉的黑色气体 硬气入体 林涵打了个哆嗦 这不只是身体的寒冰 还有一种灵魂上的极灭 让他好像要死了一般 给我破 林涵却不管不顾 引动着这股能量 再次激发起即将平静下来的生命层次途径 哼 他误打误撞地乱来 居然还成功了 啪啪啪 又是三道桎梏被打碎 而第十八个翘穴也被打穿 惊人的一幕出现 林涵的所有翘穴齐齐发光 如同漫天星辰 这一刻 他好像修成了某种神体 只是一瞬间而已 周天大雪都是暗淡了下去 暂时归于平凡 只待爆发 哼 天地仿佛被惊怒了 有响雷阵阵 闪电划过 仿佛要将某个大逆不道之人轰杀 这天地之怒便是再重的阴气也无法承受 一瞬间而已 所有阴气都被驱散 何三终于再次看到了林涵 不有冷笑 虽然这小子似乎十分运气 连老天爷都在帮他 可已经晚了 他吸收了太多的阴气 连呼吸一下都有死气冒出 这还有就 第3639章佛族妙法 真是愚蠢 自寻死路 何三挥了挥袖子 心中则是有些不解 为什么林涵这次不跑了 而是屡屡和他拼命 否则林涵也不必动用那阴气滔天的邪气 害得自己被阴气缠身 自取死路了 林涵展颜一笑 道 你以为的 只是你以为的而已 你绕口令吗 何三并没有出手 现在他已经不需要出手了 林涵被阴气缠身 死期已尽 林涵却是伸出手 对着自己大贺 安 轰 佛音浩荡 发人深省 六字明王咒 可振邪恶 可诛心魔 专刻邪悟 超度亡魂 一字吐出 林涵的手掌中 顿时有黑色的死气冒了出来 然后化为了灰烬 好像湮灭了一般 超度亡灵 佛族手段 和三脱口而出 你是佛族 你媚的才是光头和尚 林涵在心中说了一句 却是根本不理他 而是继续对着自己的双手大贺 安 通 又是一团黑气被他逼了出来 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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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林涵不断递大贺 一团团的黑气被逼了出来 然后湮灭 和三的嘴角有些抽搐 你压得来来回回怎么都只是一个安字 六字明王咒不是有六个真言吗 其他五个呢 被你吃了吗 事实上林涵也想用完整的六字明王咒 为什么是六字 那肯定是成套使来 威力才能最大化 只是一个安字的话 曲斜效果肯定有限 可有什么办法 他只会这么一个安字啊 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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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继续这么叫道 安你妹啊 和三受不了了 他大吼一声 向着林涵杀了过去 现在死气全在林涵体内 喷出来的也是立刻湮灭 已经伤不了他了 林涵心念一动 周天翘穴一起发光 有若漫天星辰 在他的身心形成了一圈光雾 砰 和三的攻击打了上来 却被星光挡了下来 什么 和三愣了一下 这是什么鬼防御 也太恐怖了吧 他大吼一声 蓝色能量发动 终是突破了星辰光雾的防御 继续向着林涵打了过去 可有这么多的时间 已经足够让林涵后退了 他没有还击 只是对着自己大喝 安 现在的当务之急 是驱退死气 这是要命的 他已经感到脏气的活力大减 正在衰竭 不敢紧逼出来的话 会有大问题 和三在追 但这次林涵并没有动用星辰光雾 而是以咫尺天涵退 不是林涵不想用 而是这被轰破之后 没有办法第一时间重新凝聚 有一个冷却棋 还好不长 当和三再次追来时 林涵的周天大雪再次发光 形成了星辰光雾 哼 和三一级打上来 确实无法轰破防守 他必须动用蓝色能量 只有这才能破坏星辰光雾 那有点像是毁灭能量 只是在直上要逊色一些 但依然不凡 可问题也在这里 这能量太强大了 对和三的负荷也大 无法长时间地运转 砰砰砰 没有蓝色能量 和三足足轰了17计才把星辰光雾轰破 但也给了林涵足够的时间来恢复 再次展开了咫尺天涯 砰砰砰砰砰 他体内的黑气不断地排出来 状态也在回升 原本一张脸黑的都要看不见了 但现在不仅恢复了白色 而且还变得红润起来 不需多久 他就能恢复到完美状态了 可三郁闷到家 林涵怎么突然就多了一门强大无比的防御手段 不 这绝不是普通的秘法 而是神通吧 不然绝对没有这么强大 可林涵为什么不早点施展呢 难道是刚刚掌握的 被追杀到山穷水尽的地步 然后大爆发 觉醒了一门神通 何三珍想抽自己耳光 真要如此的话 他不是天底下最二的人 杀杀杀 他挥舞着长剑 双眼赤红 有点走火入谋了 林涵在喝几声岸之后 体内的死气已是完全趋劲 他哈哈大笑 何三 今天就到此为止 下次再见 看我怎么吊打你 他连续运转咫尺天涯 将何三完全甩掉之后 再急步而行 这样一来 何三再要追上他 至少也得半个小时之后 林涵信心十足 他已经打开了周天翘穴 现在只要再进一步 他就迈进寻觅境了 儿童接一战 谁又能是他的对手 他现在只需要几天时间罢了 林涵进行着这个境界最后的修炼 生命层次提升后 经脉又能扩张一些 只要将这一步完成 他就算是达到了开窍境的真正尽头 何三 你等着 林涵没有再打土之精华 这几天他只要干一件事情 那就是把开窍境修到完美 他尽量掩饰自己的行踪 以虚空兽皮遮掩挤身 这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何三果然找不到他了 一天 两天 三天 林涵每天清晨抽取着天地之力 经脉不断地扩张 冲击着极致之境 修炼的时候 他自身的气息自然无法遮掩 但只有半个小时而已 何三运气好也是在林涵修炼结束之后才追至 被他轻易就甩脱了 九天之后 林涵竟无可敬 经脉的扩张意义是达到了极致 而周天大穴也是完全打开 星辰光幕的出现 让他意识到已是将开窍境修到了极致 才会出现类似于铜树 更经之鉴这样的神通 也就是说 现在他已经将开窍境修到完美了 那就开始冲击寻秘境吧 理论上来说 寻秘境这一关并没有什么难度 何谓寻秘境 就是要在体内寻找一个秘境 用以主存秘力 这就是以后的能量支援 若还是以经脉为秘力仓库的话 那等迈进先途之后 一击打出威力排山倒海 不是瞬间就把秘力耗尽了 那岂不是说 经脉的扩张没有意义了 当然不是 经脉扩张的越是宽广 那一击打出的力量自然越是强大 也就是说 经脉的宽广决定了舞者的爆发力 而秘境的大小则是决定了舞者的续航能力 两者同样重要 第3640张灵涵的秘境 所以 灵涵一定要慎重选择 他身体哪一部分开发成秘境比较好 只有这么一次机会 一定决定突破入寻秘境 就无法更改了 是大部分人都会选择的丹田吗 丹田汽海 可成一个独立空间 储存大量的秘力 不失为一个很好的选择 要么就是世海 这同样能够开辟成一个独立空间 丹田 灵涵摇摇头 这是大众的选择 而他想要成为最强的话 那绝不能走大众之路 那世海 也不行 那是神魂之地 将神魂与念力放在一起 鬼知道会有什么后果 可这两者一去 还有什么选择 无论是哪一个部位 都不可能再开辟出一个独立空间来 就跟体内的经脉那样 可以容纳的空间有限 灵涵的双眼闪亮 他早就有了一个想法 只是不知道能不能顺利展开 他有巨大的野心 他要修出一个永远没有第二个人 可以达到的高度 以体内的胃面为逆境 他体内有多少胃面 这空间又有多大 要是将这些胃圆面全部开发为逆境 那他以后就真的不用担心 后继无力的问题 谁能与他拼后力 关键是 这是一条从来没有人走过的路 他必须小心翼翼地探索 没有一丁点可以借鉴的地方 但是 这绝对是他所要追求的最强之路 所以灵涵不可能退缩 来 他盘坐下来 现在他需要一个绝对安静的环境 因为他不知道需要多少时间才能完成突破 还好 有虚空受皮果身 只要他没有开始真正的突破 天地便不会与他发生交感 自然不会有气息外泄 要再被核三找到的话 那绝对是他美心高照了 林涵宁心静想 将体内未面化为秘境 这只是一个想法 但具体要如何实施 那绝非想一想就行的 他先模拟了一下 确定型的通知后 他终是开始了 翁 生命层次的跃升开始 林涵进行着繁静最后一次大提升 接下来他虽然也能再打开桎梏 但那只是小修小补 不能与大境界的突破相比 开始了 林涵引动着体内的未面 这第一个开辟的秘境 他自然选择了一个超高等未面 未面早就形成了 这是现成的 不需要林涵去弄 不过 怎么打开一条通道 让蜜莉可以流通 这就是问题了 还好的是 林涵之前就做过试验 将体内的生灵 物体搬运出来 虽然都被这个世界的天地之力碾压成灰 但还是让他积累了经验 以前怎么出来 现在就怎么进去 而且还要开辟出一条稳固的通道 不可能每次要发威 还要让蜜莉像是挤牙膏似递出来 那还打个P啊 因此 对于林涵来说 怎么打开这条通道才是关键性的问题 这说起来简单 但要将未面与经脉打通 却绝不是简单一句话的事情 林涵开始尝试 建起了一条通道 但汹涌的能量一经涌动 这条通道就破坏了 再来 还是很快就破坏了 再来 再来 林涵不断地尝试 虽然每一次都是以失败而告终 但他每次也能从中汲取到教训 改进着提升着 也不知道失败了多少次 当林涵都有些麻木的时候 一条新的通道构成 蜜莉涌动 咦 没有破坏 林涵也是过了一会才反应过来 他本来已经打算再构建新的通道的 通 经脉中的蜜莉如同找到了归属 都是向着这个超高等位面涌去 以后 今来就不再担负储存秘力的任务 只是公秘力流动 这无意会让林涵的战力提升一大截 不过 生命层次的提升还没有结束 林涵继续去开辟新的通道 沟通未念 他的速度很快 因为这不涉及到开辟秘境 只需要牵线搭桥就可以了 一直到他突破先途为止 如此漫长的时间 他有很大的希望把体内的位圆面全部构建上通道 变成他的蜜莉储存地 天地立刻又有感应 涌集了大量的乌云 雷声滚滚 闪电密赤 林涵根本不理 只是尽可能递在体内构建通道 百道 千道 万道 半天过去 林涵的生命层次提升终是停了下来 而他也搭建了七万三千多个通道 连接上了同样数量的位面 现在只说蜜莉可以储存的上限 恐怕他可以和教主及甚至尊者级相比比了吧 群秘境是没有尽头 开辟的空间以后随着境界的提升还能继续扩张 但再怎么扩张 能够与林涵这样的变态相比吗 他也可以扩张啊 将一个个低等位面变成中等 高等甚至超高等 当然了 现在的问题可不是提升位圆面层次 而是怎么把现有的位面填满 之前他经脉中所储存的秘粒 连第一个位面都无法填满 让林涵有一种无比饥饿的感觉 这当然不是想吃东西 而是需要储存更多的秘粒 相信 这种饥饿感会陪伴他很长很长的时间 因为他的秘境实在太大太大了 而且随着每一次的生命层次提升 他会构建出更多的通道 饥饿感还会更增 唉 林涵叹气 别人是为了秘境不够大而烦恼 而他居然在担心秘境大的连冲上筑机 甚至筑顶都无法填满 这是一种怎样的幸福烦恼 我现在的实力 翻天覆地的变化 林涵站了起来 随意挥动一下手脚都似能毁天灭地 这是梵境的终极力量 和三呢 来来来 看他是怎么干翻这个家伙的 没有让林涵失望 没有了虚空受皮的遮掩气息 和三很快就找了过来 他冷冷地看着林涵 杀气化成了实质 怎么不出手 也不跑了 他这么问道 之前林涵被他追上 要么转身就跑 要么就是冲上来三板斧再跑 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镇定的 林涵微微一笑 道 我要好好的揍你一顿 怎么能跑呢 哈哈哈哈 和三大笑 真是好笑 若非你掌握了一门逃跑神迹 你早在半年前就可以埋进土里了 来 林涵勾勾手指 同接一站 他天下无敌 他不平均 达